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上禮拜要做几个作业 你等一下下课就要交上来 第一个作业是访问你三个 三个人不管是朋友 亲戚 或者有人要访问我 我拒绝 我说这样的话 那你们都访问我就好 这目的不是因为这样 说老师你好炸 那个人就这样讲 说你好坏 还什么之类 同学我是你老师 我不是你的情人 或也不是你的同学 所以你讲老师好坏这件事情 你第一次我就原谅你 你假如第二次再讲 说老师你好坏 你最好不要修我的课 这样的话我就不需要教你 你修我的课 我还没有教你一点礼貌 那是我的不对 你们自然的表达方式等我们熟一点了 你要这样说我就无所谓了 我们现在还不熟 OK 你跟我不熟别忘了 我是你老师 就是希望你注意的 所以你的第一个作业要收 简单来讲 但是希望你不要这样 就是12个笑话 如果你今天没有教 我建议你赶快退选 反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上礼拜都讲了 你不知道就是第一堂课很重要 我为什么要开这门课 我为什么要指定这些作业 我第一堂课都说得非常清楚 我不希望再重复 很不幸的呢 这个录影带呢 会在两礼拜之后采放 所以你要两礼拜之后都太晚了 因为有些答案我今天就告诉你了 就不用你再教作业了 作业的目的不是折磨你不是折磨我 而希望在一个礼拜之内 看你愿意花多少时间做这个作业 我上次也说过 如果你觉得我作业无趣 你就告诉我说你的作业真无趣 说服我我就让你过 你不能说服我 你就要做这个作业 不要持交 我最讨厌持交这回事 除非你家里真的发生什么大事 如果没有的话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缘缺 客有选不上的 懂吗 终究节要来一点这个 所以今天你要教的一个作业 还有一个是什么 蒙娜丽莎为什么微笑 对不对 好来我来听听看你们的枯手版 别忘了你会被录进去 所以你不想讲话就不要举手 蒙娜丽莎为什么微笑 我们不会回头照你 所以你结果出声音没关系的话 你就可以大胆地举手 有没有要说一下枯手版 我有枯手版跟正式版对不对 你马上等一下就要教嘛 所以你一定准备好 来有没有要讲一下枯手版 没有啊 有没有 我问三遍 我什么事情都问三遍 问完我就不再问了 刚刚是第二遍 第三遍有没有 没有 那你们上这堂课还有什么意思呢 就我一直讲 那你就回家看电视就好了 不是吗 好吧 我已经认命了 我回台湾最大的痛苦就是 学生很不愿意跟你对谈 不愿意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害羞 那我不知道等我们熟了之后 这个课已经结束了 这是我教书以来最大的失败 我没有办法让学生愿意跟我谈话 在课堂上 我非常不喜欢教这样的上课方式 变成我一个人在这边 好像stand up comedian这样 自己讲自己嗨自己笑 好啦 那枯手版不讲 那你们交上来我再看 第二个是正式版 蒙娜丽莎的微笑 有没有人要找到正式版答案 你要跟我挑战一下我的标准答案 你们要输给一个五十几岁老头 这实在是太丢脸了 有标准答案 这个有标准答案 有啊 有啊 我等下讲给你听啊 你要不要讲一下你的 你找到了 你找到了 就是问到是说 那个蒙娜丽莎在笑 就是在看正话的人 就是一直猜什么 就是他一直在笑 看正话的人 这根据什么呢 就是问了 我也不知道他根据什么 所以这就不是一个很认真的研究 你随便问一个人 然后他说蒙娜丽莎在猜的 你要有根据嘛 讲话有根据 这不是枯手板 枯手板不需要有根据 所以一个要训练你们想象力 那这个要训练你们的研究能力 你能不能找到答案啊 好 听人家说的 大学生的再听人家说 真的不必念大学 你先等下带你 来 我找到的是一些学者上面说 蒙娜丽莎的微笑 只有在人在斜着眼睛的时候 才能看得出来 然后她的微笑如此的琢磨不定 是因为她利用了 人的视觉上面的干扰 然后也有的学者说 因为蒙娜丽莎她是嫁给了一个 很不如意的丈夫是一个公爵 她并不快乐 不如意的丈夫是个公爵 这听起来好怪的 对 所以她的微笑里面 应该有淡淡的悲伤 微笑里面有淡淡的悲伤 这比较像在做研究懂吗 好 来 相效于就是中古欧洲 然后文艺复兴时期 那时候的欧洲 就是比较有形容的 所以那微信感是透过 我们娜丽莎传达自己的情感 然后那一门微笑的人是 就是想要表达 就是对于明天还有希望这样的 能够有情感 哇 还要有一个主题曲这样 明天会更好这样对 还不错 好 来 那边 我查到就是 有些时候 从她一样的知情的一些 她的 是她的 是她的 图画出来的那样的感觉 她的感应该是一种 刚怀孕的女性 刚怀孕的女性 然后她的脸像是有点带到她 好 谢谢 没有一个人答到我要告诉你们的东西 OK 好 谢谢 没有一个人答到我要告诉你们的东西 所有的研究 这教你们研究方法 教你们思考 所有研究 第一个要先界定主题 什么叫微笑 哎呀 这是粉笔 来 是这样的吗 Duchenne Smile 有机会去查一下 你们都很聪明 我就不用告诉你这什么意思了 好 如果你有机会 就像我一样我到巴黎罗夫公 我要去看的就是蒙娜丽莎 的微笑 我到了 那个找到了 然后我就看了牌子 好不容易在万筹专动 大家都在看的 我在看的牌子 牌子写La Gioconda La Gioconda 一个去掉的罐子 就一个字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没有smile 类似这样的字 然后呢 有机会看到中国大陆出的 艺术史后方面的书 这幅画叫做蒙娜丽莎 没有的微笑 那英文呢 就叫Mona Lisa 没有的微笑 蒙娜丽莎的微笑 在英文是那部电影 OK 所以在英文 在中国大陆 你如果刚开始学这幅画 都叫蒙娜丽莎 你在法国 这幅画叫La Gioconda 在意大利 听说也是一样 听法不太一样 只有在台湾 这幅画 从你开始学开始 就叫做蒙娜丽莎的微笑 有交换生吗 今天有没有来 大陆交换生 取手一下 是不是 你们学的是蒙娜丽莎 对 没有的微笑 对 你看光是 这个中华文化地区的影响 我不知道新加坡是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香港怎么样 如果有这方面来的同学 你可以告诉我一下 所以我的第一个sign 就是说 蛤 那我们为什么在台湾 而且只有在台湾 只有在台湾 这幅画被叫做的微笑 然后你在看那幅画 为什么蒙娜丽莎 他那个样子叫微笑 为什么 我就很认真的去找了很多资料 我看了很多很多书 上了很多很多网站 你们刚刚讲的我都看到过 那如果你要做一个学术研究 你要从大概最接近这幅画 完成了时代的一些技术开始 那个记载开始 最接近的是 当时有一个艺术史家 叫Vasari V-A-S-A-R-I V-A-S-A-R-I 这本书 中国大陆有权益本 台湾早期 新潮文库有杰益本 你看书 看杰益本 你就被人家 就被人家坑了这样 那在这里面 这个人 他最早的提到这幅画 跟这幅画中间的人物 他有说为了让他笑 他就请了宫廷乐师来演奏音乐 你在网上也可以查到类似的资料 可是为什么是为了他笑 达文系有说 我要为了让莫拉伊莎笑吗 等一下你去查Duchenne Smile 你就知道 什么叫Duchenne Smile 他符合Duchenne Smile的标准吗 Duchenne Smile 简单讲 就是眼睛这边的肌肉 跟嘴唇上角就是肌肉 两边啊 一起牵动 那叫微笑 这是非常非常 生理学上的介绍 的定义 什么叫微笑 我们有时候一个人说 他在笑啊 有些场合笑是不对的 有些场合不笑是不对的 那有些人看起来就是笑脸啊 笑脸迎人 对不对 那有人没有真的笑啊 还有人哭笑不得啊 中国艺术史上八大三人 他为什么叫八大三人 就是因为他哭笑不得啊 那个八大那两个字 看起来像哭也像笑啊 那跟他身世有关 好 那就回到这 Duchenne Smile是那样 那我们怎么 如果这是一个标准 那我们怎么判断 从那幅画判断 蒙娜丽莎在微笑 如果我告诉你说 他根本就没有微笑呢 他就是蒙娜丽莎 刚刚讲眼角怎么看得出来 那微笑是你投射出来的 还是蒙娜丽莎在微笑 达文西没讲 蒙娜丽莎没讲 我们不会知道 但是有一些间接证据 什么叫间接证据呢 你就看达文西那时候画的肖像画 Portrait 人有没有在笑 肖像画的传统一直没有 在那之前 在那 包括那个 一直没有微笑的传统 只有你们现在照相 每次耶 Jumie 这你们这时代的传统吗 将来你们 将来八十岁的时候 你的孙子孙女儿 或曾孙子孙女儿 一定笑你笑到死 就像你们看老师的大学毕业照 好妥喔这样 这都是倒影 你笑得越大声 后面的笑声是加倍的 我以前也笑过我们老师那时代 所以这是我知道的时间 所以回头来讲 那肖像画传统蒙娜丽莎 不是 达文西那时候也画过肖像画 都没有笑啊 都没有笑啊 所以你要界定一个 一幅画笑不笑 有时候他告诉你 这叫蒙娜丽莎的微笑 你就跟着做题目啦 你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这个作业的教训就是这样 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 所以这作业不需要做第二遍 我讲完了你就知道了 你如果这样还有兴趣 你可以艺术上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说法 包括什么他其实是 达文西自己的自画像 什么这样这样的 那都不是我要叫重点 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 有这几个问题在里面 好 这是今天要交的作业 所以你交上来 不会因为你所谓做错 我就 惩罚你 我上次说过 不会因为你做错惩罚你 你做了你就勇敢的说 然后我告诉你我的看法 我查出来的资料 然后如果你查出来 我有错的你再告诉我 我就下次我就增长啦 如果没有 就你学到了啦 对不对 那是举手还是生奶腰 对不起 看不太出来 来 所以你从我当地下 有没有问题 我认为没有 我有一幅画就挂在我呢 学生送给我 我怎么看他 我一旦看他没微笑 我怎么看他都没微笑 所以你觉得他跟他有一句话 其他什么话一样 或是没有微笑 没有微笑 这是我的看法 也许你们从今天以后 就受我影响 被我牵着鼻子手说 麦莎丽莎没微笑啊 这不是我要教你的 我要教你如何自己去判断 所以这是 因为这堂课跟幽默跟笑 有点关系 那笑跟幽默不一定是同一字 所以这堂课有一个这么简单的 你日常生活里面 大概都可以发现的事情 上课呢 不要近相信老师的说法 但是也不要因此 就不相信老师的说法 你要相信什么 你都要注意他提什么证据 这是你在大学 可以学到最好的东西 老师不是教皇 教皇宣称他不会犯错 老师不是 好 那还有没有一个作业 要做要什么 有没有 就教这两个作业 为什么修这门课 那我就回家慢慢看 这样我可以借机知道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很多人呢 我知道现在大学里面 你们常常 选课选不到 然后很多人就跑着 希望能够把学分数凑满 什么样 我觉得这都不是学习该有的事情 然后这有的时候 也不是你们个人的问题 有的时候是学校的问题 我那个时代完全没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都被安排好好的 你几乎没什么时间选修课 你知道我们有除了必修课以外 还有课叫必选课 必怎么跟选这两字合在一块呢 懂吗 选就是不是必 那必就是不是选 我们都叫必选课 这不是好事 但是至少呢 解决了选课的一些问题 包括教士能做多少人 老师要教多少学生这个 到现在为止呢 现在制度比较自由 但是你们选课显然很大困扰 我们当老师也非常大困扰 也非常大困扰 包括要加签啊 要干什么 这都是对我们来讲很大的困扰 我们就是来好好教书 你们一听就听 花时间教书 比花时间处理这种事物问题 要来的有意思太多 但是你们学生 也从来没有人去抱怨去抗议 甚至你们学生会呢 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学生的权益 我一直说你们都不去研究一下 总量管制的问题吗 作为一个大学生 在一个学期里面 又要玩 又要念书 多少的功课总量 一个礼拜的功课总量 是合理的要求 超过多少 是完全不合理的要求 这个好像是你们切身的利益 你们从来没管过 如果有人有信 我上次加签的一个原则 我就说如果有人愿意做这个研究 我就加签你这样 你做完研究可以送给学校 告诉你说大学生 你觉得修多少学分 多少功课是合理的 让这个可以改革 结果有一个家伙 说他是好像是学生会 还是什么的 他说我觉得你的问题很有意思 但是我不想做这个研究 那你干脆说你这个问题没 你都不想解决自己身边的问题吗 你不要等到 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以后 然后要解决问题 反而被人家解决 这就很难看了 嘿嘿我这样讲 不会被消音的了 好 那我们就回到这个 幽默受学的基本问题 其他我就不多说了 每个礼拜我会有 突发奇想的作业 我会有突发奇想的作业 所以你真的不是有心 要做作业的人 你不想接受我的挑战的人 你旁听就好 你真的旁听就好 不要增加大家的困扰这样 如果你已经选上的人 你不太适应这个 第一堂课第二堂课的习惯方式 你最好退选 真的 不要到时候很难看 那有关这个相关的名词 我就列了一些 列了一些的原因 不是左边跟右边刚好相连 不是的 幽默这个字眼 是林语堂 从英文里面弄过来的译音 那欧穆雅呢 humor 或者那时候他们可能从法文念 也可能从德文念 也可能从其他的语言念 所以王国维呢 就翻成欧穆雅 这听起来怎么样 都不像是humor 欧洲羡慕亚洲 这听起来是很自大的一个话 有一个叫李青崖的 因为他跟林语堂通信 所以我们才知道他是谁 在台湾大概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是谁 他翻成语妙 我个人认为这是最好的翻译 但是语言有约定俗成 我认为幽默不是很好的翻译 不是 等一下会证明为什么不是 因为你的这个翻译名词 最好跟这个国家的语言习惯有关系 语言很妙的语言叫humor humor 语妙 这实在太完美了 幽默呢不是这样的意思 幽默传统不是这样的意思 等一下你看后面讲一旧有 那有这个陈旺道 也是民国初年的文人 他翻成油华 这个别忘了中国大陆有很多人有口音 从他的那个香音来念humor 可能就出现这么多这个 那我觉得油华这些听起来也太奇怪 听起来像中油的副产品 或者像一个人的品格的问题 那也有人翻成欲替这样 这欲替呢是不知道翻成德文 翻德文还是翻英文的wit 德文好像叫bitte 是不是好像是这样 tze 这我不太记得 所以这wit翻成欲替 那个欲替有电脑还好 没有电脑挟死你 你点到后来你都觉得 那是卖滷肉饭是怎么样 我最讨厌那个是 那个打个叉以后 要画四个点那个东西 你不觉得就像那个 你到Seven去买那个关东煮吗 关东煮不一格一格里面有个东西吗 我每次看到这字 那里面是叫挥谐社会学 我后来决定不用这样子 古迹 这个只有 不会念成华迹 我小时候大家都念华迹 结果呢 大家都说错 应该念古迹 这样 这就是当地人有时候欺负外地人的话 这种破因子 这有非常多 我在纽约住的时候有一条街 你怎么看都应该念Houston Houston, Houston, we have problem 结果在纽约人就念那样Houston 你念Houston就知道你是外地人 好 纽约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格林威治村 外人就会念成Greenwich Village 一听就知道你外地人 纽约人这个W是不发音的 Greenwich Village 欺负外地人嘛 那还有欺负外地人很多啦 我最近到北京去 有个地方 这最标准欺负外地人 所有懂中文之人 这叫大柵栏嘛 你叫大柵栏 就没有人告诉你这是什么地方 Local的人要念什么 你上网去查 这我就不讲出来了 我知道 因为我去了 我很早就知道这地方 写是这样写 念不是这样念的 好 所以这是欺负外地人 古鸡滑鸡 有点关系 图梯也是 这已经没什么人用了 你会怀疑图梯是不是一种儿童游乐场的玩具 刘滑梯 图梯 轩游 你要知道的话 佩服你倒不行 这除了中文系 什么研究古典小说以外 但不会有人知道这个字 连我都是不小心整理的时候 才发现 这个字 轩游 其他的都很好知道 因为像机智啦 搞笑啦 我也曾经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 把我这份课讲成搞笑社会学 曾经 后来发现 有时候我开玩笑别人当真 然后我当真别人以为我开玩笑 这是我到现在为止很大很大的困扰 别人也很大的困扰 跟你在一起实在很快乐 但是永远不知道你哪句话是真的 听起来我可以当情报员 然后另外笑啊笑话冷笑话 我们那时代没有冷笑话的概念 然后你知道这个有些外籍生或者 冷笑话没有一个相对叫热笑话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 没有相对词的一个很孤单的一个词 就冷在那 我每次看到冷笑话 就觉得好可怜好可怜 就握在墙角上 然后最后点了一根火柴 然后看到那种自己的家人很幸福的 那样活在一起 然后最后他就死掉了 这叫冷笑话的 冷笑话的一生 就是这样 嘲讽 揶鱼 喜剧 闹剧 梗 这个梗我们在台湾这样写 现在慢慢有人知道 这跟相声有关系 那这个呢 是一个口字旁一个这个 只要念二声 念梗 可是对台湾来讲 你这梗好奇怪 这就很奇怪 所以这个台湾跟大陆 有的时候有些地方 在语音上面 有些很奇怪的差别 我们都讲微笑在台湾 你到北京去他们讲微笑 微笑 危险 危险 我们在台湾 危险 所以你看他们讲危险的时候 我们说哈 什么 危险啊 哈 然后你就 知道吗 有个钢琴掉下来 说什么 危险 你知道吗 那种故事 我每次都有那种画面 你知道吗 就那种单格漫画 然后下一次就说那钢琴也碎了 然后那人也不见 那漫画就还好 所以还有一个字 这个字 这个字 太离谱了 这个字 通常会上面有一个细字 我们在台湾就没有什么问题 这念细虐 中国大陆呢 念 我的有几堂课在开放式课程 还有大陆学生来 纠正我的发音 欧立真老师吧 教红楼梦的 我们上次在开一个会 他也说大陆学 大陆读者很热情来纠正他的发音 就不用纠正 这两地发音不太一样而已 这没什么好纠正的 好 这是这样 还有新加坡的人写信给我 说 你举的例子我都听不太懂 你是不是该写一个字幕这样 有没有乐器 对不起啊 我这句话学的不像 但是你知道 有时候就不是那个像的问题 好了 还有这个相声 相声是中华文化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这样 本人在今年暑假发现了一个 因为有一个 有一个apps可以 或者一个 反正就是apps 电脑可以看 手机也可以 叫tune in 你可以听全世界的电台 这是我以前幻想 应该有的东西 我还买过一个棒子 可以听全世界的电台 现在终于有一个就可以 然后呢 我那天不小心的就发现 大陆的天津 有个相声广播电台 我高兴到不行 我这个人从小喜欢听相声 所以就每天 没事的我就听天津相声广播电台 虽然海峡两岸阻隔很远 很多相声段子 还是跟我小时候听得差不多的 我自己也研究了一些 所以这个 课堂上会有 我们不专门讲相声 因为相声要两个人 老是只有一个人太寂寞 老是要分出两个人 那就得到医院去看病去了 你没看我那个兄弟没跟上来 你兄弟啊 你先吃药吧 你兄弟马上就来 这不是很那个吗 恶作剧 有时候恶作剧也是 跟笑有关 另外一个神 就是在我们下礼拜 谈孔子就会谈到 这个字一个口一个西 怎么看都是公园的西方的出口 我认为中国很多字 其实蛮奇怪的 明明是个相形字 那为什么会出现的不好的意思 有外国人在这 我就教一下汉字 老师讲课常会差题 譬如这个字啦 这字坏到不行的字啊 中华文化里面很坏的一个字啊 可这字你不觉得就女子体操对吗 对不对 相形字嘛 两个女的在下面 然后一个女的在上面 然后耶 对不对 你不觉得女子体操对吗 或拉拉对吗 我一直不知道 为什么这字那么难看 那三个男的 应该也是个不错的字嘛 中国常常有三个牛啊 三匹马啊 那个很奇怪 我们的老祖先发明这些字 一定有那种迭罗汉的概念 很可惜我们都没有 玩耳 很少人现在叫玩耳 以前有个日本人 叫中原玩耳 玩耳一笑 其实这名字非常好 我到现在为止没看到 学生有人有这个名字 没看到任何明星有这个名字 孙婉儿 你看多好听的名字 你听到就笑 孙婉儿自宜笑 懂吗 多好笑 对不对 微笑啊 取笑啊 嘲笑 苦笑 冷笑 撒笑 煎嘴笑 神秘微笑 蒙娜丽莎 有人就认为她神秘微笑 我基本上认为蒙娜丽莎没有微笑 不然的话 那美国人都是傻瓜 蒙娜丽莎 然后大陆人都翻成蒙娜丽莎 然后我们台湾就让姬婆把人家翻成蒙娜丽莎 德微笑 我不知道翻周多番这几个字有赚稿费吗 我到现在为止不知道为什么 全世界都没有德微笑 在画那个名称上 为什么我们就忽然间 全世界首先发现她有微笑 我们也许该去注册专利一下 另外哭笑不得啊 还有绝岛啊也是跟笑有关的啦 喷饭啊 然后那天我因为别的事情在查说文解字 竟然说文解字有一堆跟笑有关的字 该怎么念我也不太知道 第一个就是好像是智吧 叫大笑也 雅 我们现在知道雅是雅巴 就是不会讲话 发不出声音来 笑也也叫雅 所以许盛要是到现代来 穿越到现代来 他马上去许盛去 完全听不懂嘛 他字典上说这雅是大笑 然后我们说雅是说不出话来 你看差多远 接下来这个不知道是念句还是什么 西啊风都是跟笑有关 很奇特 他会特别讲大笑 那至于笑是不是属于小笑或微笑 我就不知道 那英文字更多啦 我那查那个叫做 Tesaurus 同一字反一字字典 查得我快疯掉 所以你看我中文的想到这些 那英文的呢不得了 英文的到第三页 有很多字我根本不认识 有很多字短到根本也不是GRE单字 就是这样 所以这是告诉你说 这堂课有时候讲幽默 有时候讲笑 那我们先把字圆上 好第三页 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 我们现在讲的东西 顺便插一句话 有一个交换生来台湾学 他在加拿大 回去了要承认学分 他修了我爱情社会学 他们社会系拒绝承认 这是社会系的一门课 那我就写一个说明 他把我的课表什么都翻译成英文了 老师还拒绝接受这是一门社会学的课 我一直以为这种事情 只会在我们这种国家发生 结果在那个国家发生了 我发现世界其实头脑笨的人 还真不少 结果呢他们心理系承认 那是一门心理学的课 我的课名叫Sociology of Love 所以 我们身在这种国家 联合国不仅不承认 连别的学校都不承认你开的课 是那个名字 悲哀呀 我不是说我啊 我说别的学校 好那Humor字元 希腊字是这个东西 大概翻 比较罗马化以后是 C-H-Y-M-O-S 大概念Chymos Chymos大概是这样 什么意思呢 知意 这个有人说是 意 一样 破音字叫做 比喻的意是 风味的意思 flavor 这有flavor 少一个夸号 希腊人相信人的健康 是受四种 这种 体液或脂液的影响 哪四种呢 一种叫blood 血液 第二种叫黏液 第三种叫黑胆汁 第四种黄胆汁 我最奇怪的是说 以前胃不好的时候 会吐出绿色东西 那希腊人没有绿胆汁吗 有黄的有黑的 我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这诗 血液它认为有四种 所以原来的humor 跟个性没关系 都跟这个生理上的东西有关 那拉丁文 humor是潮湿的意思 你们这个时代呢 喜欢说人家 我们那时候说 哎呀很流行啊 很时髦啊 你们说很潮 老师因为前一阵子 有人去了这个院里 那地方大甲那附近 帮我们老师买了一双 一顶草帽 令草做的帽子 那我就随时就戴着 然后戴上我的太阳眼镜 一直被人家看到都说 老师你好潮啊 我怎么想都觉得全身黏答答了 我一看听到潮这字 我就受不了 有个杂志 它的名字上有一个这个字 请我当顾问 我对不起 我没办法 他说为什么 我说我觉得挂在你们那裡 我一天到晚都晾不干 结果他 他就真的没有请我 我觉得我是展现我的幽默 你知道吗 我是开个玩笑嘛 真的是 所以这个也是 我自己不知道 因为开玩笑丢掉多少机会 各位引以为戒 引以为戒 只有上课有人愿意来修 那法文 法文比英文的早 这个拼法略有不同 那意思呢 跟英文其实差不多 第一个讲性情 讲性格 humor有这样的意思 那法文的h不发音 humor 所以这个语默 那什么的可能跟这有关 心境心情 跟情绪 这第二个意思 第三个是负面的 恶劣的情绪 恼怒跟生气 所以 哎呦你很幽默 今天看起来 那幽默是不好的意思 第四个就是体意了 上面有讲 第五个妙了 常常有些人呢 你看一个解释是这样 你看另外一个解释是另外一样 他说指血液 这前面有 08E 这到底是翻译的不同 还怎么样 胆汁跟黑胆汁 前面有黄胆汁 所以各位看看 查资料的时候 请你特别注意一下 有时候资料彼此之间 有差异 这差异到底是翻译的问题 还是因为有些人的知识不够准确 这个你要注意一下 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常常查字典 字典就说四种 四种呢有时候就是这样 那这个 这个是M 刚刚的法文字 H-U-M-E-U-R 那这个下面H-U-M-O-U-R 是讲幽默 辉谐 幽默感 那有时候英文呢 在讲幽默感的时候 会加上sense of humor 不是只有humor 英文呢就这个字 那有英国拼法跟美国拼法 多一个U 然后它也是幽默 辉谐古迹的意思 也有幽默感的意思 也有心情心静 跟法文的意思 基本上差不多 那请看到第四页 它的史意就是说 在历史上它有特别的意思 你看它也是 血意年之 黄胆之 黑胆之 英文字典就跟法文字典 写的就不太一样 那动词呢 还有银河纵容的意思 英文有一个片语 叫做humor me 你说什么 幽默我一下吧 你好好查一下 你如果用Google翻译 大概翻译出这样来 那幽默的中文字元 你要了解1949年以前 或者民国以前的中文的字译 可以查这本词源 或者词海 幽默原来是寂静无声的意思 所以我说用这个字来翻 就没有跟古代的意思串起来 你就完全用音译取代了这古代意思 那它有举出来 曲源的楚词里面的淮沙里面说 讯息遥遥孔静幽默 你不是说孔静的人很幽默啊 今天晚上你回去 你的那个网路昵称就改成孔静啊 你看很好名字 听起来像孔子的女儿孔静 中国大陆一定有人叫这个名字的 好 所以这个是寂静无声的意思 我觉得冷气可以用这个名字 你什么排冷气啊 孔静啊 孔静排冷气 寂静无声 这名字不错 李白呢写一首诗啊 这首诗不是大家很有名 那个《床前明月光》那首诗啊 魂独除此幽默袭 哎呦我的灵魂在这幽默的地方 求空山而仇人 那这个是李白的诗 这里的幽默也不是好笑的意思 也不是那种意义深远的意思 而是寂静的意思 在一个地方独处 四面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声音 好 那现在呢叫有趣而意味深长为幽默 幽默不一定要好笑 幽默通常都要有意味深长 这意味深长再翻 再讲清楚一点 就幽默通常要有正向道德的意涵 才叫幽默 不然叫损人啊 你这个很幽默 就表示哎呦你讲了这个故事 或讲这个笑话 是对人有积极正面的影响力的 这才叫幽默 你讲一个笑话损人家 然后人家那个 那就不叫幽默 所以幽默有某种程度 强烈的道德意涵在里面 这很不容易的 以前我年轻的时候 林玉堂叫幽默大师这样 我就觉得哎呦 这顶帽子可以把它抢过来 结果在网路上也有人叫幽默大师 我就非常高兴 这种种叫自嗨 自己高兴就好叫自嗨 哎呀人哪 我到这个年纪啊 我发现虚荣心是一个很难摆脱的事情 当你觉得你没有虚荣心的时候 你的虚荣心就跑出来跟你打招呼 所以我做不到的事情 同学你也别太要求自己 那古迹啊 这是在中文世界里面经常出现的 古迹竟然不出现在史记古迹列传 史记有一篇叫古迹列传 他就不出在那儿 真是非常古迹 那这个叫苏黎子 这个字看起来像鱼的那个字 苏黎子肝茂列传里面有 那这个中国少数有学问的人之一 我希望我能像那么有学问 钱宗书他的管罪篇里面就说了 说出来因为苏黎子呢 古迹多智 这个人又古迹又很有智慧 我希望我死的时候 如果墳墓上可以磕四个字 哎呀我希望有这四个字 古迹多智这样 不要古迹多漏 这样就不太好 情人好为了智囊 我们现在叫智囊团 或者现在叫智库 智库 有人呢翻得比较这个好笑一点 叫思想坦克 这听起来非常嚣张巴虎 你坦克你要去干嘛 压人吗你 坦克我这个人非常反战 我只要任何跟武器有关 我都讨厌 思想坦克 就有人这样讲 你这个就完全不能够吸引到我 好了 这个所以你讲什么什么什么 我就不解释了 他这你都去看 下面一点 大概在这个有 英文的地方 官 他这有一点文言文了 官西语西方 Wit跟Esprit Esprit你都知道 你买过衣服你都知道 那是一个牌子的名字 精神的意思 精神的意思 如果不是牌子的意思 他说有 Wit跟Esprit两个意思 然后Spiritoso 跟Spiritare 跟Wit Vision 这德文什么全来了 你知道吗 这考验嘛 对不对 人有学问有时候就卖弄成这样 哎呀 所以反而求之不正不远 这差不多意思的意思 好 那这个其他的 你看他有一句英文 你看翻成文言文 是这样翻的 就我 我非常喜欢这种穿越那种 以知离归于简易简 非智力高卓不能 而融会贯通之中事 美发自混淆变乱之史事 那个美字可能打错 应该是美次的美 The power of fusing ideas depends on the power of confusing them 所以这里玩弄的游戏 就fusing跟confusing 所以这是这里面 文言文很深 所以有些交换生或外籍生 要来修这门课 我都尽量提醒你 我这门课教很多文言文 然后我不是国文老师 我不会每一句解释 所以如果你要修这门课 你最好能找到同学帮你忙 了解一下白话文大概是什么意思 我上课会讲的大概 但是我没办法细的讲到 因为这真的不是国文课 好那第五页这里 还有图梯 图梯呢 将图梯古迹如知如违 以邪音符 这是曲缘里面的话 然后那个也有人说 那个钱宗书又引了一段 这个有关图梯这个东西 那图梯大概现在在我来看 没有人用这样 那这是在中文跟英文的语言上面 幽默这个字 或humor这个字的一个基础 很多书都会讲到 我讲 英文书大概都会讲到西方的传统 英文书都不会讲到中文的这个传统 所以你上我的课 比看书多了一点东西 就是中国的这个部分东西 这个我也是觉得这种立场 是我们今天在中文世界里面 其实可以胜出之处 因为英文书我们看得懂 英文书我们看得懂 中文书他们看不懂 所以呢大家不要自卑说 我们的学术不怎么样 我们的学术 如果你好好努力的话 我认为学术只有努力跟不努力的问题 没有中国人一定输西方人 或西方一定赢中国人 类似这样的东西 我上次上课已经讲过 我所谓中国是文化意义上的 你不要在这边跟我辩说 中国台湾什么什么 我觉得不要浪费时间讲这个事情 另外一个呢 根据fine 这个人叫fine 你看外国人的名字 好先生 非常好先生 fine are you fine? yes I'm fine 你看 对不对 跟人家介绍叫I'm fine 多好 有个人叫good I'm good you're good we're good good 这不是好笑吗 那个外国人常常拿着中国人的人名开玩笑 这样 中国人不姓胡吗 然后就打电话说 who is there this is who who yes who 老外国人 老外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现在当然 这是刚开始这个 我在美国看这个脱口秀的时候就专门是讲 然后讲 那个yes sir arifat 讲阿拉法特 现在你们大家都不知道这人是谁 就说美国总统跟 那个胡耀邦打电话 跟阿拉法特打电话 跟阿拉法特打电话 就非常困扰这样 他说who are you yes sir yes sir yes sir 但是美国总统听不太清楚这样 美国人是全世界少数不会外国语的民族 这样 美国人相当骄傲的 他认为we are the world 美国人骄傲最夸张就是打棒球 他们打棒球自己打叫世界杯 自己打不好意思 拉了那个加拿大的一个队来打 叫世界杯 他拉古巴打打开 他拉古巴打打开 对不对 他每年世界杯他就输啊 所以美国 我在美国受教育 受到这个最高的教育 我觉得美国的教育真的是不错 美国大部分人民 真的是跟全世界其他国家大部分人民一样 都是非常友善 全世界都有那种很笨的人 很笨的人很不幸的 都在某些位置上 就是笨位置上 我就不说了 说多了会被剪掉这样 说多了我还不能去美国参观 好 所以这个fine 这名字 所以各位一定要取好名字啊 一定要取好名字啊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啊 好多人有好奇怪的名字啊 我在主管打工 其中有一个人叫love yes love what's your name love 听起来很酷 另外一个人叫做slaughter slaughter what's your name slaughter 还不认识 还是叫杀人 那中文里面最麻烦的姓 是姓焦 你贵心啊 姓焦 啪 才认识呢 很惨啊 所以希望没有人信这个姓 不然很惨啊 这是你知道名字 幽默跟社会角色 他认为社会学研究呢 可以有几个方式 幽默跟社会角色 因为社会角色 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幽默 是一个社会角色 有时候也是一个职业 比如说有傻子啦 在欧洲 中国的时候 这讲的都是西方情况 不是中国情况 中国人就有仓忧的问题 我们会提到 小丑啦 clown 到现在为止 麦当劳 老叔叔各位知道吗 还是装着那个奇怪的样子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个中华文化里面 就没有发展出来一个 和蔼可亲的这样的人的 这种形象 有吗你说 这很难吗你说 所以为什么小孩子 现在看童话 都是外国童话 都没有自发性的童话呢 堂堂这个多少人都在讲中文 没有一个人能发展出这种 也给全世界人看的童话 你看龚崎俊的那个漫画 龚崎俊刚才出来的时候 我看龙猫 我看到感动到不行 那我觉得这不像是日本 刚开始有人非常反日在台湾 觉得不要看这日本人画的漫画 我说他画的漫画不是日本 还看那个魔女宅机遍野石 我说每一部漫画 我都看得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 所以这个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世界的一个 一个层次这样 我喜欢这种 以世界人类为考量的人 不是以某一个地方的人考量 这样 是我的立场 好小丑 然后智者跟Joker Joker呢你只要看什么超人 不是超人 那叫什么蝙蝠侠 是吧 我觉得那美国人真是乱到不行 那个一个现在 现在社会已经乱到 一个超人救不了世界 得主持联盟 对吧 一个家伙都搞不定了这样 这真的是 这世界真的越来越危机 然后这些家伙没有一个跟环保有关 有人不做披风 因为怕被门夹住 有人现在内裤也不反穿了 这些都知道 但是我觉得美国人在设想世界危难的时候 有很多危难都是他们自己发生的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 中华文化里面 因为没有末世观 没有末世观 所以我们不会有这种超人 要拯救世界的这种感觉 或这种英雄 你看中国人最喜欢的故事里面 最重要三国演义 日本人也喜欢这故事 我们喜欢的主角 不是最后称霸的那个人 你要看完三国演书 我喜欢司马懿 你这人太奇怪了 你这人 对不对 你要不然喜欢赵云 要不然喜欢诸葛亮 要不然你喜欢关公 都行 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英雄 这就是这个文化奇怪的地方 这个文化奇怪的地方 然后电动呢 大家还是继续在这些人玩 你不可能改变历史 说他成功了 这太奇怪了 所以中国人很奇怪 对很多外国人讲不能想像的 不能想像 你们为什么喜欢一些失败的人 因为我们没有末世官 那重点他要做过什么 这比较重要 关公其实死得非常惨 但是你看台湾行天公 拜的是关公 这不得了的 为什么关公益气 益气怎么会帮人家看病呢 收金也要找关公 这我就想不通了 我就想不通了 好了 那我今天 我最近都学到 下课中打的时候 一定要下课 不然教得再好 都会被人家嫌弃 下课 好 那除了这个 幽默的社会角色 那现在比较多的是喜剧演员 喜剧演员的薪水 其实都蛮高的 在美国 在台湾我就不知道 台湾好像只有B咖的 叫喜剧演员 不过喜剧演员到处都很难得到 虽然可以赚很多钱 也会拍电影 也有机会当主角 但是好像都长得不太好 这好像是喜剧演员的一个特色 还有呢就是喜剧演员大概都得不到像 Oscar这样的讲 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在全世界 觉得喜剧比较容易 喜剧比较轻松 没有深度 跟这样是不是有关 我就不知道 喜剧演员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也曾经想偶像就是喜剧演员 到现在为止喜剧演员都还是我很佩服的对象 我觉得他们怎么能想出这么多东西来 每天要想 我一礼拜上一次课 还有学生帮我收集的东西 我还可以这样混过去 每天都想怎么可能 佩服到不行 那除了幽默跟社会角色之外呢 幽默跟社会脉络 那人类学里面一直有一个概念叫做 玩笑关系或者开玩笑关系 英文叫joking relationship 那有些人是可以开玩笑 有些人是不能开玩笑的 像你跟老师之间的关系还没那么好 你现在不能乱开老师玩笑 包括我这个老师或其他上课的老师 可是将来我们熟一点以后 你当然就可以开玩笑了 那有些人就是再熟 你也不敢跟他开玩笑 像我觉得基本上各国的总统 除非美国总统 各国总统好像都不是开玩笑的对象 大概也很少人想跟总统开玩笑 因为总统一天到晚开我们玩笑 这是真的 朋友之间 第二个呢 同事之间 那同事当然有远近亲疏了 有的关系会比较好 亲人之间有些人比较容易开玩笑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家族影响 如果家族对于这种开玩笑认为是正向的 你就会被鼓励 然后做同样的行为 如果家族认为这是轻浮的 这是不庄重的 你大概就很严肃的做在那 那脉络规则 那脉络规则呢是说没有明说的规范 什么时候该讲笑话 什么时候不该讲笑话 那这个没有特别明显 但有些地方是确实不能讲笑 譬如说人家的葬礼 你要讲笑话 这有点困难 最近这个以喜剧出身的李国修先生过世 他就希望大家在他葬礼上不要悲哀 这样 可是你想这多难啊 大家都知道他是喜剧演员 那他也说了 你们不要在我葬礼上哭泣啊 你就多讲笑话 但是真能做到的人真的是不多 而且说你不要穿黑的来 要穿红的来 我们在台湾的习惯大家都穿黑的 你除非老人家八九十过世 穿红的算是喜气 所以虽然当事人这么说了 很多人还是不太容易 那没说的人 你还去他那刻 还他在葬礼上讲笑话 你就找死嘛这样 不过李国修呢 这个部分是我的偶像 我就希望我死的时候 第一个不要有葬礼 太尴尬 因为你也不知道哭好还笑好 懂吗 我希望你笑 我跟李国修一样 反正我也活过了嘛 你们上我的课 如果对你有恩惠 那我是最好的啦 如果当了你 对不起啦 那你也自己检讨一下嘛 我不常当人的 当人一定有理由的嘛 那与其你看着我过世 不如听到这消息 不管怎么样 哎呦 他走了 我记得他一个不错的笑话 我觉得这会对我是最大的complement 最大的赞美 很多人讲说 你以前讲过一个笑话 我都忘了 很多笑话 真的不是我有意要记住的 很多笑话讲出来就是注定要被遗忘 因为那笑话会传出去 在某种程度上就不是遗忘 在你的脑中遗忘 在社会流传 这是一个很很独特的事情 而笑话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笑话通常没有作者 笑话是不讲注作财产权的 在这个意义上是非常非常无产阶级的 谁讲不重要 谁发明的不重要 讲的好听比较重要 所以很多笑话还有后面的尾巴 所以这是 我有三个标准的笑话 连篇笑话 一个笑话跟黄花钢七十二烈士有关 这你要懂中国近代史才能够欣赏 一个跟这个早期的电脑业有关 结合了梁詹博注音台 网络上有一个人看了以后笑得要死 然后就写一封信 特别感谢我 他是电脑工程师 他说我的生活非常痛苦 非常无趣 结果因为你结合梁詹博跟注音台 还有早期的电脑 他就高兴到不行 他觉得真的 人生真的是到处都可以有笑话 第三个笑话是发明最早最早最早 我们的笑话都连篇 不是只有一个故事 超人的笑话 叫超人游台北 不过那因为历史太早了 所以很多故事都有 他历史成绩在那里 这几年我就比较少能够发展出连篇的笑话 笑话讲一个那不是本事 笑话能讲一小时不断 才是本事 我就往这个方向迈进 如果不行下辈子再来 我相信这辈子可以搞到那么长的笑话 下辈子大概不算太难了 有这辈子的基础 好 所以我的志愿有两个 在爱情社会学 我的志愿是要当月老 死掉以后到那个世界去当月老 我觉得月老这工作实在是太 太容易 他啥事没干 就在那让人家供奉这样 各位 我上礼拜有没有讲过 台南一个新闻 台南一个古宅挖出了一尊神像 然后那神像呢就不知道为什么被一群没有知识的人 说是月老 就供在那儿然后大家来拜 然后后来就台南有个大学的教授 就说这不是月老 这太极金星啊 寿星啊 你看现在奸差工作有多重 连他是管寿星的还是管月老都没人搞清楚 中国跟西洋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管笑话的神 我考虑去创业 对不对 天上也需要文创产业嘛 对不对 毛遂之间一下 我要应征笑话神 笑话神 那叫什么呢 叫做humors 修莫洛诗 怎么翻译呢 这笑话不能讲太长 讲太长就冷掉 那没有明说的规范 但是有地方有 像你来上课 你要是外籍生 你就不知道这个地方的规矩是什么 美国老师呢 或美国的一些演讲者 一开头一定要讲笑话的 我们在台湾或在大陆 老师上课讲不讲笑话 老师讲笑话被认为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是那个励志啊 只要有我在场 有我讲话的机会 我绝对不放过任何一个讲笑话的机会 有一次我做十分钟的评论 我几乎一句话一个笑话 你知道吗 全部人笑得要是说你太有才了 连学术评论你都可以讲出笑话来 台上十分钟啊 台下啊 不知道多少年的工啊 所以没有明说的规范 所以很多人很喜欢跟我开会 很多人很喜欢吃饭做我这桌 因为做我这桌我永远有笑话 而且很多是急性的笑话 我这个人的长处就是不想别的只想笑话 短处也就是不想别的只想笑话 所以看看你自己来 你不要跟我问很严肃的问题 有时候我根本就没办法 我真的有时候根本就没办法 我一定要先把一个笑话先讲完 我才能开始 你将有机会希望你不要碰到 然后幽默的优越论 有人认为讲笑话的人是比较聪明的人 所以被讲笑话的人 或讲笑话的对象 那就是笨人 所以笑话呢 是那种臣腐很深的人 用来欺负人的 用笑的方式来掩饰 对对方的鄙视 有人就这样讲 我还口试咧 你鄙视 哎呀真的是 所以这个脉络规则有人是这样看的 所以也有人认为 我是一个臣腐非常深的人 在我的所有笑话里面都蕴含着 你看过功夫那电影吧 你看他是在谈古琴 全的古琴都真的万箭穿行 你知道吗 有人认为我是这样的人 真是太高抬我了 好 那男性讲黄色笑话给女性听的意涵 你要是这个访问同学 然后说 哎同学你既然要访问我 那讲三个黄色笑话给你听 你小心等姓名会碰到 可能就碰到我 黄色笑话要关系很好的人才能讲 没有关系的你一讲就是性骚扰 这是没有问题的 老师也不能够看着男同学或女同学 就讲黄色笑话 虽然在以前军训课啦 或有一些很无聊的课 老师会放裸女照片或放什么这样子 那是为了提振精神 在古代可以 现在你提振精神你试试看 我相信可能连日本都不行 这已经是一个基本的规范 那你讲是好朋友的场合 对不对 你今天晚上到人家家去喝酒中秋节 然后几个好友在那里 然后讲讲黄色笑话 大概就无伤大雅了 你自己人在那里 那当然是万一你的朋友不喜欢听 我建议你还是住嘴 不然的话 不要到时候被人家背上一个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会讲笑话的 没有人不会讲黄色笑话的 听笑话的 没有人没听过黄色笑话的 但是我在以前就立志不讲黄色笑话 我不讲黄色笑话 这个不太容易啊 真的很不容易 人家一听我讲笑话 爱讲笑话教幽默社会学 很多人就要跟我交换 你有没有听过这黄色笑话 你知道吗 让我极度尴尬 刚认识你也不好跟他说 对不起 我不讲黄色笑话 这个有一个笑话是这样来的 所以有一个 有一群人很爱讲笑话 那他们就组成了一个笑话俱乐部 然后有一个新鲜人来 他觉得讲笑话我在行 我也来参加 他就去了 去了就看到一群人坐在那 然后呢 这群讲笑话非常奇怪 就有一个人讲 三号 然后大部分人就 哇哈哈 讲笑 讲三号就笑 另外一个人说 六号 哇 他就笑 然后他想说 奇怪的搞什么 然后 旁诞星人你讲一个 他想说 入境随俗嘛 对 他就讲 一号 全部都瞪着他 哎哟怎么啦 这有三号 有七号一定有一号嘛 对不对 然后那个人说 哎年轻人你不知道啊 我们这不讲黄色笑话 没听懂吗 一号啊不准讲 好那表现男性共同体啦 大部分 他们黄色笑话是这样 表现我很强啊 我们是哥们啊 我才跟你讲黄色笑话的啊 那男朋友跟女朋友讲黄色笑话 那我们关系卑鄙寻常嘛 对不对 我当然跟你讲黄色笑话啦 对不对 你可能也跟他黑羞黑羞 或做那事啦 对不对 你知道的嘛 所以是有这种共同体的感觉 那有的时候呢 是轻松话题 演示对严肃议题的无知这样 有的时候就是 这黄色笑话 也不要小看他的功能 他除了那种色情无聊之外 有的时候还是有他的一些功能在的 看唱歌 所以这脉络规则很重要 请同学特别要注意 讲笑话不是随时可以讲 各位修了幽默社会学 你的同学 你的同情士等你的家长 你周边人一定对你很高的期待 一定会说 今天你上课学到什么笑话没有 像这个 你就把这一号笑话讲给他听 我保证他跟你们一样不会笑 可在我那时代这很好笑你知道吗 也许我拉得不够长 回去再研究一下 会谈分析 第二就是微笑的意义是什么 我假如上课 如果同学在下面这样 露出一抹微笑 或蒙娜丽莎式的微笑 那我到底该觉得 我上课是怎样的呢 是因为我拉链没拉吗 还是怎样 那就是微笑的意义 其实蛮复杂的 有人讲话完全没有表情 扑颗脸 不是Lady Gaga有什么吗 Poker Face 对不对 Poker Face 有一阵子我还专门听Lady Gaga的歌 这样 我讲歌词还蛮不错的嘛 可是人为什么要化妆成那样 这是我大惑不解的地方 会唱歌嘛 不是不会唱歌的人嘛 歌词又很好 化妆成那样 真是跟我时代不同 所以微笑的意义啦 什么时候老师讲话你可以笑啦 老师讲话你要笑到翻到地上啦 这都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所以我建议你看电视就好 有人看电视真的笑的听说翻在地上 所以我想大家还是坐着看 翻到地上比较容易 你要站着然后翻到地上 那有脑震荡的危险 请大家注意 微笑的意义 会谈的意义 那在会谈分析也会讲啊 复杂的结构 所以我们在谈那个 笑话与性别那一章 会讲到一个黄色笑话 那个黄色笑话就有这些会谈分析这样 第三部分是幽默跟团体文化的关系 这是我们社会学 不是只是幽默心理学或者什么的 那社会学会强调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那幽默呢 必须有一些团体共享的经验 你才能够知道这个幽默是什么 所以很多的那种跨文 有些幽默很难跨文化了解 我曾经非常严肃的想去了解日本的落语 这样子的东西 我也看了电影 有个电影就讲他们去学落语 这样 讲日本的我们所谓相声 那我看完完全不知道笑点在哪里 其中有一些人跟你们一样 说因为我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所以我要来修幽默社会学 希望能够改善我的 我的这个严肃的生活状况 什么之类的 他去学落语也是希望这样 那后来当然那故事啊电影啊 他也没有特别改善什么 学落语啊 学绕口令啊等等 像我们学象征一样 所以这个也是很难很难理解 那我看这个有关落语的研究 还看日文 英文的 英文研究日文的落语这样 那我日文又没好到那个地步 所以常常就会 不知道在讲什么 Loss in translation 真的是 所以成员没有共享经验 大家就不知道什么 我们在台湾生活 你不要想说在中华文化里面 有些文 有些象征的段子 我们大部分人都可以了解 不管你生活在大陆 生活在台湾 生活在新加坡 生活在香港 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有些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独特的当地的 必须是当地人才知道 像我刚刚稍微看一下 你们收集的笑话 有几个人都收集同一个笑话 说马英九最近最喜欢看的书是什么 叫金萍梅 那金萍梅了 这是他现在最希望发生的情况 那你假如不太了解 台湾最近发生的这种政治的状况 你这不知道为什么 马英九喜欢看金萍梅 而那金萍梅是谐音 不是真的金萍梅 懂吗 那万一你没这个文化 你还真的以为 马英九喜欢看那个金萍梅 那你就完全 Loss in translation 这样 我刚不小心一看 就两三个人写这一个 两三个人写这一个 好 三 团体成员共享的幽默要件 第一个必须团体成员都能了解 像刚刚有人笑得比较大声 那就他能了解 你一抹微笑的人也可能觉得 唉 这真是个low啊 有人说 蛤 是怎样 一定也有嘛 为什么是金萍梅 你可以帮我解释一下 有一个同学也说他以前 小时候这个听到人家讲幽默 他说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他说你不知道幽默的致命伤就是解释吗 他心灵非常受创 所以他来修这门课 我应该感谢你那个让你受创的同学 不然的话你可能他们一解释完你这堂课你就没上了 所以你也许该写信给他 说谢谢你让我修了幽默所为学 第二个呢是幽默成员不当成禁忌或感到受侮辱 这个讲笑话或是幽默有的时候会以某些人 虽然不对号入座 有人就会对号入座觉得你在说他 好 那这个你不能当成禁忌 当成禁忌呢就不能讲笑话 就不能讲笑话 还感到受侮辱 所以讲笑话有一些边界要非常注意 你不能跨过那条线 跨过那条线呢就很糟糕 譬如说呢有些人你可能觉得他很肥 私下你可能叫他肥仔 可是在公开场合你就不能这么叫他 你就叫他肥仔 懂吗 旁边人可能注意说你的朋友肥仔 你说谁啊真的肥仔嘛 到底肥还肥呢 当事人知道 可是当事人要听得很不爽的话 你就小心了 你们友谊就可能破裂 幽默还有其功能 这个下面有没有讲 第一个幽默通常可以增加团体团结 大家一起讲笑话 分享笑话等于分享一个秘密 那变成你们那个团体的特征 将来大家有共同回忆的基础 这样子 这是一个 等一下以后会慢慢讲到 然后幽默呢支持团体中的地位阶层 通常上级人可以跟下级人想笑话 下级人不太能跟上级人想笑话 下级人只有笑的份 而且你要笑得很像真的 这蛮困难的 明明有些长官就是超级不幽默 尤其那种喜欢在婚礼致辞的长官 我以前啊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到处想去学啊 然后就说好吧看看那些婚礼 那些长官来都侃侃而谈啊 至少最近两任总统的那个致辞我都听过啊 在人家婚礼上都讲的一样啊 然后自己觉得很好笑 然后我都快笑不出来这样 各位啊这个我跟新郎说 家里的事情都是你管 家里的大事都是你管 然后呢可是呢你家没大事 什么之类的 然后你一定要听太太的 所有事情要听太太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你们要生五个小孩 我想说为什么赶快开席呢 我的肚子都饿了 然后自己觉得很好笑 就弄狗腿人你知道吗 还有那司仪 司仪真是不得了的人 然后说哎呀先生长官 你讲得真好笑啊 可不可以来鼓掌 鼓你个头啊鼓 有眼睛有手的人都不愿意鼓掌 我跟你讲 你愿意把手掌砍断 讲成那样你不自己跳 还好只有二楼 不然的话就建议他跳楼 有些长官爱讲笑话 然后真的不会讲笑话 但是这讲笑话真的可以学的啦 因为现在民主社会特别强调阶级不要那么明显 或者职位不要那么明显 所以很多像美国总统就很喜欢讲笑话 这是一个传统啊 这不是只有现在欧巴马这样子啊 那个他们在什么万圣节什么节的时候 白宫还得拍一些搞笑影片这样 你想想看我们总统要拍搞笑影片 中国大陆中南海拍搞笑影片 那天真的来临的话 我就不知道那天怎么样 我就怀疑日本拍搞笑影片 美国我完全不用怀疑 因为美国总统真的很喜欢拍搞笑影片 不过我真的可以考 建议 也许各位同学该联名写信给马英九总统 这个在大家都很欲足的时候 拍个搞笑影片嘛 马总统就拿一本金瓶梅 那就很好笑啊 他连话都不用讲啊 对不对 那你现在要相对发明的就是说 那王金瓶现在在看什么书 对不对 提倡书香社会 这样才酷嘛 好 各位同学想一下 不然这件事情过去了你就失去了 那马英九如果看这书 那金瓶没 不 那个 那金瓶看什么书呢 各位想一下 所以有时候我们想笑话来这样 就打死水棍上 这样你就可以把这个 所有人看什么书都可以发展出一个 有一个人就讲了 有一个人下礼拜念笑话 我觉得讲的蛮好的 这种有创新的笑话 有时候创新你就跟着别人 第一个梗出来 你就跟着上去 好 幽默必须被某件事情诱发的 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这样 我常常想到一个笑话 我连梗都想好了 就想不到什么场合可以讲 真的想不到什么场合可以讲 那有的时候呢 有一次我不知道 等了二十年吧 终于等到那个场合 那个人出现 就讲出来这样 他说哇这好好笑 你刚想到 我说没有我想二十年 就等着你出现 有时候是这样的 有时候是这样 就像有一阵子我非常无聊的想 怎么样的商店的招牌能够吸引人 能够跟生活结合 譬如说剉冰店 就叫皮皮挫冰店 皮皮剉冰店 皮皮挫冰店 我觉得蛮好的 因为我为什么会有这想法 因为有一次到三峡老街去 看到达文西瓜一个招牌 这太酷了吧 达文西瓜 我觉得这太酷了 我就收到他启发 我就到这皮皮剉冰 然后什么天助自助餐 你学英文 你们都没学过那句吗 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那讲得像想像是很一样吗 不是天助自助吗 那天助自助加个餐 不就结束了吗 懂吗 好了 我就很无聊的 每次看到电视 有一次以前 现在应该没有了 在那个 现在叫银嘎里 还金嘎里那个地方 在那个大学口 再边边一点 那就有一家店叫做 鸡婆鸡饭 不是海南鸡饭 就叫鸡婆鸡饭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第一次看 我就把它唸成 鸡婆婆鸡婆饭 我觉得我唸得很顺啊 鸡婆婆鸡婆饭 所以每次我大概说 我觉得鸡婆鸡饭 我就自己加了字 加了字 加了字会比较好笑这样 好 那参考团体跟幽默 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之间 对于扁损犹太人 笑话反应是不一样的 你碰到台湾的犹太人太少了 所以你大概不太理解 我在美国的时候 大部分犹太人都住在都市里 那犹太人呢 你是不能跟他讲这个Holocaust 纳粹大屠杀 尤其你假如说 你不相信纳粹大屠杀 他跟你翻脸我跟你说 这件事情很奇怪 好 那这个非犹太人 比犹太人更能欣赏 反犹太的笑话 犹太人对这非常非常敏感 台湾以前有一阵 有个餐厅要搞成纳粹餐厅 就是要挂一些纳粹标志什么 以色列代表处 马上提出严正抗议 觉得你们台湾人 对于这种犹太人的苦难太不了解了 这时候在美国 在犹太人是绝对不容许这样的事情 结果没两天 那个餐厅就改全更张了 台湾那时候有人说 这是言论自由啊 这为什么不行啊 你们犹太人也太小心眼了 有人这样讲 然后后来也没声音了这样 一个文化有格调 有的时候就是靠这个 我们希望你不要这样做 但是大部分人呢 有的时候在这种时代会说 这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跟对文化的尊重哪个比较重要 我觉得各位真的要好好考虑 这我们在讲到幽默与宗教那张 穆罕默德的那个漫画那张会特别讲到 上场好像有六位提过 还有美国白人 因为这个研究都是美国人研究比较多 中国研究比较少 所以举例是这样 美国白人和黑人对贬损黑人消化的反应 也不一样 因为黑人比白人更能欣赏反白人的消化 反正不是讲自己嘛 讲别人嘛 那黑人跟白人一样欣赏反黑人的消化 那这种族群消化或民族消化ethnic jokes 通常只有那个族的人可以自己讲 千万不要乱讲 我们台湾人可以讲我们台湾人很糗的消化 但是你要是大陆人来你讲台湾的消化 你是干什么 懂吗 反过来一样 反过来一样 这是 那个人可以讲你不能讲 所以你不要这个不要搞不清楚状况 另外呢 美国中校团体跟幽默的研究 自己的参考团体受到尊重 外团受到贬义的幽默觉得比较好笑 这种在政治笑话里面特别多 都强调自己的好别人的很烂这样 那这个可以讲 在我念书的时候 那个美书冷战 那个常常有读者文哉啦 或什么就一个小笑话 小方块笑话 就说苏联人跟美国人在这个比赛 哪个国家比较民主 美国人就说 我们可以站在白宫痛骂美国总统 这样你看我们多民主 苏联人说那是什么稀奇的 我们可以站在红场骂美国总统 我们也很民主啊 你就知道这是逻辑上的谬误 好那政治立场啦 人要比较欣赏不利敌人的笑话 而讨厌不利自己的笑话 所以这个像我们国内蓝绿两方的这个政党 那个你不要乱讲笑话 你讲笑话得罪人啊 那当然绿的最喜欢讲这个蓝的笑话 蓝的想讲绿的笑话 对不对 那对我们全民来讲 对不对 只要你闹笑话都是 都是你的无能啊 好幽默的对象 在卡通的意义不明的时候 人们倾向把他们当成是对对方的攻击 而不是攻击几方 就有人不会对号入座了 或有人对号入座的话 会强者的那角色入座 不会是弱者啦 所以你看卡通影片里面 常常有那种坏的那个角色 永远不会死的一个坏的角色 好像他都没有学习能力 每一集出来他就开始换一遍 这是一个很奇特 然后当然在那个漫画卡通 或者电视剧里面 有些人是一辈子不会成长的 比如说有人一直在三年二班 有人一直没有到他都没成长 戴着那只没有耳朵蓝色的猫 也是一个 既然有大陆网友认为 我对于Doraemon显然非常了解 我完全没看过 我看到都不知道眼神 我常常没看过就问学生 那我学生中间有人非常了解 包括有一集Doraemon竟然有耳朵 结果他要给我的答案 为什么那一集他有耳朵 我没看完 好 那幽默的意义 基本上不是本然的 都是外塑的 有很多事情 就可能本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幽默 那透过了这个渲染 就变成幽默了 所以这也是这种 像现在这种传播能力 跟各位的理解能力越来越近 有时候有一件事情没有什么 然后就经过那样 几船几船几船 几船转发转发以后 就变得很好笑 那社会凝聚力跟冲突跟控制 譬如幽默可以促进社会团结 这是指某一个团体 内部的团结 那幽默呢也会造成团体 跟团体之间的冲突 如果你把自己讲得很好 把对方讲得很差 那对方的心理受到打击 会觉得你是有意的伤害他 那就可能造成冲突 另外呢还有一些社会控制的功能 像长官或者地位高的人 可以讲笑话地位低的人不能 就是掌控这个场面 如果你到时候要破坏这个 你可能把自己跟团体的关系都搞坏 好所以我们的这个是Find的研究 根据在那个之前 社会学的相关研究的东西有这些 那社会学观点里面呢 如果我们要重新来研究 第一个就是社会角色的问题 我们会有这一张 刚刚讲的傻子小丑啊智者啊 这些讲笑话人听笑话的人 讲笑话人最重要的一个伴侣 不是另外一个讲笑话的人 讲笑话人经常在寻找一个 笑点很低的人 因为这样你的成就感就会很高 讲笑话人最怕碰到的第一手 就是一样跟你一样讲笑话的人 那你干他笑他的笑 然后第二个你怕被他抢 台湾有一个写了很多本笑话书的人 就曾经被一个前辈告他剽窃 抄袭 他还在登报什么样的道歉 他说他最怕就看到他演讲的时候 就看到他坐在下面拿笔记 一直记一直记一直记 那很早以前了 没有这个照相跟录音功能的时代 结果那个人说 我只是跟长辈学习啊 我这不是剽窃啊 他要是刚刚听我的课 那更厉害 说笑话没有专利权啊 笑话大家都没有名字啊 这笑话你能讲 几百年前明朝人都讲了 另外一个就是 受为类属的问题 就是性别 笑话跟性别有关 这我们会提到 笑话跟年龄有关 这我们不会提到 因为收集资料不够多 小孩子的笑话 跟这个青春期的年轻人笑话 跟这个壮年人的笑话 跟老人的笑话 是不太一样的 小孩子呢 要逗小孩子很简单 你只要摔倒 他就高兴他不行 不知道为什么 你只要摔倒他就 小孩子就喜欢那种摔倒笑话 他就会笑得好开心好开心 我每次都逗小孩子 逗到他觉得你的大人很笨 我每个问题他讲什么 我就一直问他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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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受不了 连问三个他就垮了 再聪明小孩 连问三个他就垮了 族群 那刚刚有提到 那族群笑话很多人研究 那现在研究成果呢 也大概都很固定了这样 那阶级笑话 阶级笑话就是 通常是上层阶级 通常都是下层阶级 用来讽刺上层阶级的 至于上层阶级 讲下层阶级怎么笑话 通常好像没有 都觉得下层阶级比较图 人际互动呢 自我跟他人 我们社会学相信 人的自我是靠着 跟他人的互动 所产生的印象这样 人的自我不是靠着 自己怎么想 是靠着自己想像别人 会对你的外表 有什么反应而得来的 像我们老师啊 觉得自己是不是个 受欢迎的老师呢 除了这个选票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看 上课的时候 有没有人来要求加签 这个课堂做的 是不是很满 像有几年 我的课都是 人非常的多 那我想 人家来学嘛 就是老师换大教室啦 第一堂课 就站的满满的人 老师换大教室 我说好吧 那我们就换 换到101 换到大教室以后呢 每次上课 在九点 在十点以前 大概只来了十个人不到 真的十个人不到 有一次呢 我进来了 发现有两个陌生的人 坐在这个位置 这样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就是特别多两个 然后这个上完课以后 那两个人就跑过来说 孙教授 我们是从大陆来自由 来自由行的 很高兴的来听到你的课 自由行听我的课 我什么时候变成观光景点了 我是 然后就要求签名啊 要求合照啊 我当然很高兴啊 嘴巴是这样 我咋变成大陆观光景点了 你一定要去的地方 台大你一定要 台湾你一定要去的地方 中正经检堂 101大楼 101大楼 然后就是台大社会系 孙老师的课 这还得了 我根本就可以在门口收费了 就知道 听完我三堂课 让我感动莫名 以后就主团 主团 我们就是各省各发帖子 就是搭来 人机互动自我跟他人 那我们感觉就非常好啊 你看这一次故事可以讲多久啊 有很多故事我发 我突然发生我就讲一辈子啊 所以这自我跟他人 那如果学生都不来 我们老师也会满沮丧的啊 这也做过实验的 你只要上一堂课 你跟学生都讲说 老师上课 所有人面带微笑 你上完这堂课 老师出去觉得 今天我上得真好 那同样的 你做一个研究 做个实验 全班都决定 今天上课大家都摇头 皱着眉头 老师一定沮丧到最后 我到底怎么了各位 他马上就垮了 大家就不要回答 马上就垮了 不要用在我身上好不好 老师教你 当然用在别人身上了 对不对 用在我身上 嘿不是我教你们的吗 你小心你的成绩啊 呵呵呵 这样你们脸就垮了 好啦自我群跟他群 这也是人际互动里面 有时候像交换生 或者我在美国念书 感受特别深 我明明就是一个人 有时候我要代表台湾人 那时候我念书的时候 大陆人还很少出国 我有时候代表中国人 好像我做了一件好事 就是中国人做了好事 我要做了坏事 就是中国人做了坏事 那各位现在交换生来这里 一定有这感触 你是哪个学校 哈佛大学 你好像就代表哈佛大学 其实你就是一个学生嘛 你到台大学院到国外去 你就是台大的某一个学生 你裁就裁 你不裁你就不裁嘛 可是别人会把你另外看吧 所以你身上带了很多标签的 像我现在是台大教授 有时候就会有很荒谬的故事出来 你台大教授啊 那你认识那个谁谁谁 他也台大教授 你台大教授 最荒谬的是说 你来自台北啊 那我一个亲戚叫谁谁谁 你才没人知道 我们台北是没北京大 我这次到北京就是一个大治疗的 人家说你对北京有什么感觉 我说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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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真的是很大 台北虽然小也不至于小到那个地步 真的 但是有些人就很奇怪 会就这么问 你不要讲别的啦 我有个同事我还认得 你要问我学生我有的都不认得啊 那你认识那社会系三年级 那谁谁谁谁 他讲了半天我不认得 尤其这几年我跟社会系学生 不知道为什么都不太有缘分 学生也不来找我 我也没上什么必修课 所以彼此都不太了解 大概因为我年纪大了 我现在就期待哪一天 人家一敲门说爷爷 我想完了 我以前还叔叔的时候 我就已经受不了 我刚开始我还记得 我是哥哥的时候你知道吗 我讲哥哥怪怪的是不是 好像听说这同性恋人叫哥哥 你看很难啊 互动的规范 互动都有规范了 各位同学在那个认识的时候 你要怎么跟人家讲话 那好同学要怎么做 不认识人又要怎么样 像这个课堂没有排位置嘛 大学不排位置 那你来的时候 万一旁边你习惯做某一个位置 那位置上面摆了一瓶水 你到底要不要坐下来 然后摆了一个笔记本 你到底要把它拿到另外一个桌子上去 我习惯做这个位置 那反正你人不在 那图书馆去 你看桌上有东西 你要把它挪掉 我习惯做这个位置 我在这儿放屁的舒服 别的地方我放不出屁来 别想看这问题啊 我们演讲不都对着你们吗 我们后面都没人吗 各位知道为什么吗 我也是演讲 做太多人了 连后面都做难了 我就这样一直看 他们说老师你在看什么 我是看放屁的方向 老师不会吧 你开玩笑吧 我说没有真的 有时候人 你知道这种 真的 你后面没人我就很放心 对不对 可以 你知道 英文也是 你知道吗 这很有趣 中文跟英文一模一样 另外一个一样的地方是台语 就拿去 叫take it 台语叫take it 这很奇妙 我觉得这种共同语言一定是外星人的东西 外星人拿来说take it 一定是外星人 fung跟那个一样 另外呢 符相互动 就符号跟象征symbol 或symbolic 有时候翻成符号 有时候翻成象征 我觉得就干脆翻成符相就好了 符相互动呢 包括非语文的沟通 有些笑话或幽默好笑 不是因为他讲了什么 而是他的动作 他的表情 所以那个喜剧演员呢 对自己的表情 夸张表情要经过训练 那现在因为大部分人都看漫画 那很多人就变成去模仿漫画的夸张表情 像我以前从来没有那种 这种表情 结果后来发现大家都用 然后我开始也 忽然间有这个 那这个是讲跟笑话有关 有跟笑话没关 我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 就很奇怪 有时候像这个场合 对不对 你就一说 碰碰碰就掉地上 掉地上以后 所有美国人都一定要讲 Oops 奇怪了 我在台湾掉地上就捡起来嘛 关你什么事呢 你一定要Oops 然后人家打喷嚏在旁边 你一定要讲 要不然讲Gesunheit 要不然就Bless you 好 我们在台湾就说 你好恶心啊你 对不对 要不然就不讲话 要不然就那样 我觉得这文化很奇怪 大部分的时候你不会讲话 人家打一个喷嚏你就不讲话 老外一定讲话 表示那个行为他有注意的 好 我觉得这个文化差异也蛮大 在这种没有 然后你看啊 那个倪生字也是 很多文化差异 外国的狗叫的时候叫做Rack Rack 日本的狗叫万将 Wong wong 跟我们中文就比较新 这很奇怪 那Donkey 驢子叫你要怎么去描述它 英文有那个字 是以后还是什么是不是 那中文没这个字啊 你只能讲驢子叫 那各位没听过驢子叫 请举手 连漫画什么卡通都没听过 好 你上网去查一下 应该有驢子叫吧 我想那YouTube一定有吧 这个时代网上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我们小时候都会学驢子叫 可是没有一个人看过驢子 各位知道我父亲来自大陆的农村 他说你知道驢子跟马跟骡子的差别 我爸那是生活知识 我们不知道不就是马吗 小一点大一点 驢子是驢子 骡子是骡子 然后一个是不会生的 是马跟驢子交配变骡子 骡子不会生的 我从小听我爸讲不知道什么意思 然后听北京呢到处有驴肉火烧 那是有一个年轻的同仁 不是我们学校的 他说他第一次到北京去 同仁请他吃东西 他吃了觉得那肉怪怪的 然后说什么肉 他说驴肉啊 然后那人就吐出来 这次我去我就问人家 人家说奇怪 驴肉我们满街都是 你们干嘛觉得那么奇怪呢 我们觉得蛮奇怪 尤其史瑞克出来以后 你能吃驴肉吗 你不觉得那驢子一直跟你讲话吗 自从史瑞克出来以后 我觉得史瑞克到了北京 看到那个驴肉火烧 一定难过到不行 所以替史瑞克想一想 不过真的是 真的是我到山东去的时候 在区域还看到卖香肉 我就马上想到我家的狗啊 这真的是文化差别实在太大了 权力跟声望 这也跟讲笑话有关 讲笑话有权力人讲笑话 你大概不能不笑 连罐头笑的时候你也得笑 还得以前呢 听说这个总统在演讲的时候 在那个跟武院院长 跟什么官员演讲的时候 那演讲稿都有画红点的地方 这是我们老师说的 红点什么意思呢 拍手啊 你现在是参加电视录影 就有一个拍手 有一个就傻傻的拍手 史瑞克那个比较第几集 有一个 Applaus 所以你以为那人主动拍手 不是 那都是设计好的 那另外社会制度啊 跟讲的有关的 就不知道家庭啦 我刚讲过 第一个你家人对于 讲笑话的态度 是觉得OK 可以增加家里的和谐的气氛 还是觉得这是不庄重的表示 教育里面也是啊 有些小朋友在学校 招老师讨厌 那是因为那很活泼的小朋友 喜欢讲笑话的小朋友 那在小学里一定很难活的啦 因为那种文化是强调你要规规矩矩啊 你要在小学去很爱讲笑话 我保证你被霸凌啊 被老师啊 那职业也是啊 你到一个新的工作单位去 你什么时候开始要讲笑话呢 第一天吗 还是老板跟你讲笑话呢 我最常讲的一个在毕业 我的解释验的笑话 如果有参加的话 就这个 我同学啊 你去这个应征工作啊 请千万要小心啊 万一你应征工作完 老板请你吃那个西餐厅 老板会说 年轻人你叫什么 你不要说老板我叫孙中兴 老板会瞪你一眼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会问说王经理那你呢 王经理会说我叫黑胡椒牛排 听清楚啊 你叫什么是什么意思啊 不要到时候说我叫黑胡椒牛排 然后将来你在那公司的绰号就叫 对我知道蛮聪明嘛你们 社会结构跟文化有关系啦 或者文化之间包括宗教经济 我们都会提到 经济大概不会 经济不好也有一些笑话 但是我没有收集到很多 那幽默跟社会变迁 这也是历史上会有些转变 我会从西方大概目前为止 最早的笑话是希腊的 希腊的笑话集 跟中国大概最完整的笑话集 在明朝冯孟隆的校府 我们会做比较详尽的介绍 你们看到很多笑话的意义 是不太一样的 可是有些笑话要讽刺的人 又是一样的 知识分子啦 有权势的人啦 经常是笑话里面 出现的讽刺对象 那幽默很多人研究 那幽默很多人研究 那在心理学方面 幽默心理学 这是虽然没有这样 目前台湾没有这样的书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 那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写过一个 《灰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 这样的一本书 有时候这个灰谐被翻成开玩笑 看他们怎么样对待那个英文 那个wits 那个字 那也有从哲学的 在第八页这里 也有从神学的 在这个一本书里面 叫做《宗教中的校》 那对于神学 对于校这个什么看法 各位有机会 你可以看 简单的就先看电影 你如果喜欢看书的 有一本书叫《玫瑰的名字》 《The Name of the Rose》 电影是由史恩康安来主演的 你看一下 那跟校有关 这个主题跟有关 那我就既然讲了 我就不要先在这里面讲 那文学也是 有关校的题材非常的多 那语言学 有一些分析这个校画的 语言的结构的问题 艺术 在艺术里面的校 比如我们刚刚讲的 蒙娜丽莎的为校 别忘掉 只有台湾的画名才有 蒙娜丽莎的为校 其他都没有的为校 所以只有台湾人认为 蒙娜丽莎有为校 全世界当然其他人也有认为的啦 但是我觉得这个暗示性太强了 真的暗示性太强了 所以你就习以为常 我是想训练你 如果有机会的话 不要帮别人告诉你的东西 就当成社会的现实来看 这样你学习会很有限制 那医学上也有人 认知科学 有人现在用那个 合词共争造影 来看看人讲笑话 或听笑话 或者笑的时候 脑部的活动 脑部的那些活动的情况 那爱情里面也有人研究 谈恋爱的时候 是不是脑部分泌了什么 在哪些区块活动特别的旺盛 让他们看自己喜欢的人的照片 听一首歌 那笑话也是这样 放笑话给他听 然后看看这个 这个有些人 有些笑是可以透过外力所诱发的 那个有人真的会笑死掉 笑到停不下来会死掉 这是发生过的事情 好 那人类学就是这两个人 Rackett Brown跟Mary Douglas 都有一点年纪的 那幽默研究呢 有一个西洋的杂志 叫Humor Research 原来叫Humor Research 后来改名叫Humor 你在台大电子期盘可以看到 大部分都吃英文的文章 那幽默呢 当作一个学科 有几种研究方法 这个所有的学科 大概都会都一样 一个是文献法 你看古代记载什么 在文字上面记载什么 这是一个文献法 访谈法 就像各位的第一个作业 去访问你的朋友 你的同学 他们告诉你的 这就是访谈法 其实你已经在实践 文献法 你看看书也都有 田野观察法 田野观察法就是 你去一个现场 看看人家怎么讲笑话 或者那人讲笑话 人之间关系是什么 那在我们这张课呢 你必须组成一个小组 就三个人到五个人 去发掘台大的会讲笑话的人 然后组成一个笑话比赛 然后最后再来参加我们的笑话总决赛 这是第三届 我看你们的那个介绍里面说 有那个交的作业里面 有一个人说 他听到有一个人说 他是台大笑话比赛第三名这样 好像也只有五名这样 所以不是说有一百多个人 他第三名这样 所以我觉得第三名 确实有人第三名啦 所以这也不是假的啦 只是那个参加的人数是不多啦 我希望越来越多啦 因为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啊 我以前就希望在台大能成立一个社团 叫做笑话共和国 这个我没有讲过 没有 结果呢好不容易有三十个人 挂名可以申请社团 然后那个申请表格 那是大概在90年代左右 90年代还有20 然后申请表格上就写 笑话共和国社 他说要加个社团 我就把那社化掉 我就写笑话共和国 然后指导老师我就化掉 我写国父 我们姓孙子不当国父 好像不能别的位置这样 结果就被打回票 说不能成立这个社团 所以一定要叫笑话共和国社 我说国社这两个不好 纳粹叫国社党 他们也不理我 所以后来这个社团还没成立就垮了 原来想说成立笑话共和国 然后每个需要都成立笑话共和国 所以我们就可以组一个笑话联合国 我都已经想好这种伟大的世界的布局 然后就被打乱了这样 所以到今天为止没有成立 那时候我希望能成立就是每个礼拜 你就在小福啦或人群聚集的地方 就摆一个肥皂箱这样子 然后就找人说 你要讲笑话吗 来欢迎讲笑话 我们到旁边人听 我觉得应该提倡这种有讲笑话的风气这样 那个没达成我知道在我的课上稍微做一下这个 最好是有原创笑话 不然的话你什么笑话都超别人的 这真的不是什么表现这个学校人该有的程度这样 这个学校人该有的程度应该蛮高的 另外自我报告法啦 你自己发生的情况可以记载下来 这个学期你修这门课 你所听到的笑话 包括课堂上的 包括在别的地方 包括你在网路上的 我觉得你要做一样做也会蛮有意义的这样 就是这个学期我所听到的笑话 或我碰到的幽默事件 以前有人上我课专门记笑话 专门记笑话 有一次最夸张的是 那时候我教社会学理论这样 有人说天哪 马克思还讲过这个笑话 结果那人拿笔记回去看 这不是马克思讲的 孙老师讲的 是在讲马克思内章的时候讲的 那实验法啦 断层扫描我刚讲过了 所以这大概到研究笑话 大概现在就是几种方法 没什么其他特殊的 那接下来讲幽默的技巧 我刚好这本书没再借到 所以当初只列了这个条目 在第九页这地方 并没有详细的内容 那有一些我也不太知道 那原来是想说 这个到底幽默有哪些技巧 中西是否一样 那这个我就没办法细讲 非常抱歉 那本书我已经请图书馆吹还 来的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 来不及我将来看 要不要摆在最后来讲 接下来要讲的是第十页这里 现在研究幽默的人 慢慢地针对幽默的风格 style humor style 来做研究 幽默风格现在被接受成为 一个研究的重要的项目 有humor style 那这个呢是由这个 Martin这个人跟他的一群研究团队 所以在2003年所做的一个 一个创始性的研究 他们提出了四个概念 四个概念 根据两个指标提出四个概念 这个Martin这些人 他区分两种指标 一个是用幽默来提升自己 是一种 或者是用幽默来提升自己 跟他人的关系 这是第二种 这是一个指标 第二个指标呢是用幽默对自己 或他人的关系是什么 是相对友善的和友好的 还是潜在有害 潜在恶意或有害 所以一个是自己跟他人的问题 一个是友好跟这个恶意的问题 根据这两个指标 你就在脑中画一个四个表 two by two table 那一个呢就叫做self enhancing humor 那个有时候真的很难翻 意思可以懂 就自己提升自己 就提升自己的这种型幽默 我就把它翻成自身型的幽默 这不是很好的翻译 绝对不是 但是真的不得已 就要提升自我 而且又对他人的幽默呢 要容忍他人无害的幽默 有些人开开你玩笑 像我呢有人就开说 哎呦你胡子好白哦 那有人觉得胡子白不是对我的讽刺 老师你胖了这样 所有人见面打招呼 最忌讳就是说 哎呦你胖了 哎呦你脸色不好 这很多人有心理自我暗示作用 你说他胖 他忽然间就觉得自己掉到水里 淹不死 千万别这样 这个你碰到任何人都说 哎呦你最近是不是瘦了 我保证你是个受欢迎的人 不管他是不是真瘦 不过我老师这个年纪 瘦了不是好事 老师这个年纪 除非有运动正常的瘦 不然的话 我们瘦了都大概是有些奇怪的疾病 而且通常都可能不久于人世 所以每次我听到大家觉得说 老师你最近胖了耶 是不是甜食吃太多了 我都好高兴 你完全不能想像我的高兴 因为万一你要说老师你最近瘦了 好好啊那你就不知道我们老人家担心的事情 我大概就不久于人世了 可能就要去别的世了 所以自身性的幽默 欣赏生活中不一致 面对不顺利的时候还是幽默以对 这种人如果你是的话 你会活得比较快乐 真的活得比较快乐 别人所恐惧的事情你基本上幽默以对 那这种人也通常比较不计较 比较不计较 有些人就认为幽默跟健康有关系 有些人认为没有 我宁愿相信有 至少跟心理健康是有关系的 第二种呢是攻击型的幽默 就提升自我 同时却伤害到自己跟别人的关系 比如说过度的看不起啊 讽刺啊贬义啊嘲笑啊 很多人就是说最近吃很好啊 胖成那样 这就是同样的就是你要讲人家胖 你讲话的方式就会不太一样 第三种叫接纳型幽默 提升自我跟别人的关系 而且又是对自己相当善意的接纳的幽默 而且反应快的机制对白 娱乐大家降低人际之间的紧张气氛 有些人就是很会做这件事情的人 在一个场合发现气氛很僵了 就说啊 比如说有人就觉得被人家说胖这样 那人可能说他哪胖啊 再胖也没你胖啊这样 这气氛就说再胖再胖哪有我胖啊这样 有时候把大家都扯进去的时候 这个问题好像会被稀释掉这样 接纳型的幽默 第四种是自贬型的幽默 就提升自己跟别人的关系 却以伤害自我来达成幽默 因为伤害别人太辛苦了 你伤害自己后果还好 可以控制 那让自己成为幽默的对象 有时候是笑柄 那也使幽默会跟着 被嘲笑也会跟着一起笑 所以这个四种 那这四种呢 在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研究里面 他们是用这个叫做量表 量表就是有一些问题 然后把你计分 看你觉得同意 有点同意 没意见 不太同意跟很不同意 这五个 通常有五个 那你来画 画了以后再统计分数 你如果看一些女性杂志 好像也有这一类型的题目 然后还帮你算分数 然后告诉你 如果你是0分到30分 那你要小心 你是超级没有幽默感的人 赶快去修爱情社会 幽默社会学 我你看就是转不过来你看 好那接纳心理幽默 你在这几个项目上 你的得分 通常是比较高的 但有时候是反向计分 就比较低的 你就是属于这一型的 我通常不太笑 也不太和别人开玩笑 有人就觉得开玩笑是很轻浮的 他不跟人家开玩笑 第二 我很容易就可以让别人发笑 他说我可能是天生幽默的人 胖的人通常容易让人家觉得好笑 所以大部分都觉得胖的人比较天真 比较幽默 胖的人脾气比较好 所以邪心大部分人都比较胖一点 在身材上面 如果邪心还这样子身材凹凸有致 然后什么玲珑什么的 那个就绝对走错路线了这样 第九 第十一 我很少靠着说自己好笑的故事 来让别人发笑 有人 这个是那个自身 叫做接纳型的 十三呢 我和好朋友之间常常笑 而且常开玩笑 你要找到这样的人真的不容易 第十七题 我通常不喜欢讲笑话来娱乐别人 一般很严肃的努力积极上进的人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我会很高兴让别人发笑 或者我通常不会和朋友开玩笑 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常常想不出好笑的事情 以前也有老师上课听说 听说他上课的时候准备一个笑话大全 就摆在教室里面 然后上课就先翻三折来念这样 我觉得这太刻意了吧 不过听说也蛮受欢迎的 所以有时候就是一个warm up的过程 你知道吗 上课一开始啊 就开始讲很严肃的事情 所以我下礼拜开始上课 就是你们收集的笑话 我们来抽着来念 那有些你就看重复的有多少这样 那金平梅这个已经重复了两个 我刚刚看到 那这是刚刚那个是接纳型的幽默 你如果得分比较高的话 接纳型嘛 对 第二种叫自身型的幽默 self enhancing humor 假如我很沮丧 我通常会幽默来提振自己 哎呀考试考快也没关系嘛 我就跟这个老师没缘分嘛 反正这堂课也没我喜欢的女孩嘛 这样你就自己忽然间 我考那么好干什么呢 给谁看呢这样之类的 第二如果就算我自己独处的时候 我常常以生活中的幽默荒谬事物自语 这样 我这个体就非常适合我 我常常走在街上看广告啦 或看别人干嘛啦 然后我就从她的身上 我就发明一个笑话 她自己都不知道 那我自己有时候就 那我装得很酷啊 对不对 我们这种人哪个就随便笑出来呢 就觉得 这真是一个好笑话 我现在很难啦 每天要发明笑话 这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挑战 越来越难 越来越难 虽然我没去过越南 对不起 这蛮好玩的 假如我不高兴或不快乐 我通常会试想这个情境的好笑之处 让自己的心情变好 我通常的办法 不是用这个 我通常还有另外一个办法 就想到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会干什么 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把 今天的不高兴的事情就过去 各位可以 你一定有你的办法 我的办法是这样 像我要面对考试啊什么 就想说那考完一个礼拜以后 我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就会这样 我对生活的幽默观点 让我远离对于事物的过度难过或沮丧 我们难免啦 老师到这个年纪都还常常怒气未消 你们这个年纪有七情六欲 那实在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是你要怎么样去度过 怎么样去度过这个难过的时候 特别在你们这个年纪 最容易难过的时候 就是喜欢的人不喜欢自己啊 你喜欢他 他不喜欢你啊 第二个他已经跟你交往一阵以后 跟你分手啊 这大概是最常见的 让人难过的事情 如果人的难过事情 从一到十 这都是报表的 绝对都是报表 绝对在十以外 好 那假如我在度数的时候感到不快乐 我会想一些好笑的事情 让自己心情变好 所以有时候也许你准备一点笑话 然后把写在书上 然后也许心情不好的时候打开看 也许有点鼓励作用 我不知道我没试过 假如感到哀伤或不愉快 我通常会丧失幽默感 这大部分人都会 我也会 我的经验发现 想想情境中好笑的一面 是让我有效处理问题的方法 这个好笑的的的 应该改成后面那个的 然后我不必跟别人在一起 才会感到愉快 我自己度数时 也通常能发生好笑的事物 不过这个事情 各位一定要小心 因为通常笑话 都是讲给别人听的 笑话是跟人家分享的 如果独自还能笑 你可能到医院要检查一下 不要说我没告诉你 像这种都是 他只是有的时候独处 不是说他都是这样 因为假如你没办法 跟人发生关系 然后看到什么东西 你就自己忽然间 就碾花微笑 碾花微笑 也得佛陀坐在上面 才会把位置传给你 佛陀不在上面 你自己碾花微笑 很危险的 懂吗 这有个典故的 好 另外一种 就是攻击型的幽默 这种是 真的是对某些人来讲 尖算刻薄的人 属于这一类型 假如有人扮作 我通常会嘲笑他们 明明就那么胖嘛 还要买那么紧的衣服 所以穿不下 明明是两个XL的 要买那种S的这样 这通常是取笑超人 超人衣服穿非常紧 各位知道 他说这衣服还好没有扣子 不然的话一定像 绿巨人浩克一样 绿巨人浩克最令人疑惑的地方 就他裤子的料子跟衣服是不一样 裤子会崩掉 衣服会崩掉 裤子从来没崩掉过 这好奇怪好奇怪 我觉得 如果超人专门的做衣服的店 应该研究一下 他裤子材料是什么 我觉得那蛮好的 知道把绿巨人浩克嘛 常常请客那个人嘛 请到脸都绿了嘛 就是这个意思 别人才不会受到我幽默感的冒犯跟伤害 有的时候不是别人受不到 是你自己白目啊 别人已经气成那样 你还不知道别人在生气啊 跟你开玩笑 你干嘛气成这样 如果你已经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去建议你赶快跑走 把人家把你打死了 说哎呦不过就打死你们 你干嘛这样呢 是吧 我再说笑或者搞笑的时候呢 这个载子打错应该是 我通常不管别人 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这就是白目啊 你要看场合啊 有的时候你讲笑话 真的很好笑啊 有的时候人家很难过 你还讲笑话 这就难堪啊 十五 我不喜欢别人 把幽默当成 这橙子打错 一种批评人 或者贬义人的方式 这是反向的那个 这个分数越低的人 常常就是 就是越有攻击型幽默的人 第五 再接下来十九 有时候我觉得有些事实 好 再好笑到我说 无法 无法不说出来 就算场合不对也不管这样 有些人可能就因为 人家在结婚的场合 就开始讲离婚的笑话这样 这也是非常不恰当的笑话这样 或者结婚的场合 讲人家新郎或新娘以前的糗事这样 这也不恰当 然后在孙老师的葬礼上 然后讲孙老师上课讲的笑话 这到底属于荡或不荡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你们可以说 你怎么跟他说 这葬礼上讲他笑话 他当初说 他心动听着笑话 你们俩就打起来 这就是我这堂课最大的笑话 这道理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就知道说 刮杯好不好 你就刮杯 我想天上有灵 我当然就让那个杯不会成立 然后杯就立起来 这才叫有灵嘛 要不然拔了杯以后 不管是秋杯 秋杯 那些什么好 那都是这样嘛 对不对 那杯就一直转一直转 不会停 就像那个叫什么 那个电影啊 Inception 对吧 一直转转转 这才酷 然后就结束了嘛 对不对 电影就要这样 好 我跟好朋友之间常常笑 而且常开玩笑 我通常不喜欢讲笑话 来娱乐别人 你看这些 我很高兴让别人发笑 我通常不会跟别的朋友开玩笑 你看这个问题都问得很多 某种程度是正反方式来问问题 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常常想不出 对不起我念错了 我是 我又回到十一页的上头 所以我说奇怪 这不是刚刚念过吗 这实在很好笑 好 那请看第十二页 第十二页的这个二十三题 它的题目都已经打散了 所以打散把它分类了 因为它这样夹杂的 让你理论上 让你做测验的人不知道 它的问题是有它的集中的这种分类 我从来不会因为所有的朋友 都在笑别人跟着起哄 这样 还有呢二十七 如果我不喜欢某个人 我通常会幽默的方式来嘲笑他们 然后三十一 就算我看起来很好笑 如果有人觉得被冒犯 那我就不会笑 也不会拿这件事件来开玩笑 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这种社交的礼仪 蕴含在这里面 最后一种叫自贬型的幽默 我常常别人笑我或作弄我 超过了该有的限度 所以还是有个限度 第八题 我常常为了让家人跟朋友发笑 而自我贬义到无法自拔的地步 然后呢 我常常为了让别人更喜欢我 或接受我 而把我的弱点 糗事或错误当成笑话来说给他们听 我每一次都有 我只要出国旅游一次 我就有一堆笑话出现 然后这个笑话呢 下次我到那地方我就会讲给别人听 然后再回来又创造另外的笑话 所以我这个部分 我真的是属于这种心的人 我不经常说贬义自己的好笑事 我经常在讲笑话 会让别人觉得自己很搞笑时 贬义自己超过了限度 还有第24题 当我和朋友或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经常是那个被别人嘲笑或开玩笑的对象 28题说 假如我有问题或感到不高兴的时候 我会用笑话来演示 这样好朋友才看不出来 两个步打错的话 我真正的感受 最后一题说 让别人笑是我和我朋友 跟家人兴致勃勃的方法 所以这大概四种类型 你如果也可以考虑一下 自己大概是比较属于哪一个类型 那类型跟类型之间有什么关系 这并没有说明 那很多人会来拿这种量表 或稍微修改一下去研究周边的人 然后看看这个不同的幽默风格 跟他的健康状况 跟他应付的能力 跟他儿童或什么情况的那种差异在哪里 这是一个经常最近都可以看到 从2003年以后 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 香港大学跟 跟广东哪个大学的两个老师 研究中国人的幽默 研究三个城市的年轻人 研究澳门香港跟广州大学生 他们对幽默的看法 那接下来的一个部分 我们也要说明一下 幽默跟幽默相关的 幽默社会相关的 就是幽默的光明面 幽默有光明面有黑暗面 幽默光明面刚刚说了 就是讲者跟听者之间的情境的问题 就是场合的问题 这是不是一个讲笑话的场合 还有文化潜规则的问题 潜规则自从大陆那个人 写了这本书以后 这变成一个 假如中国人都很喜欢用的一个词 这都没有潜规则的啦 那文化的潜规则也是 现在听演讲 大概在所有的文化里面 会讲笑话是一个很受欢迎的 如果演讲从头到尾都很严肃 这会被认为比较老派 另外呢划清团体的界限 强化内部团结跟贬义特定团体 那这是笑话的那个 那笑话的对象呢 可能是自己 可能是别人 然后最有趣的是 笑话的对象 常常有的是用动物来表示 有一年有个大陆交换生 跟台湾的学生在 这个他们在作业里面 我觉得这特别的地方 是大陆学生的 他的那个学生 可能是他的问题 不是别人的问题 他所举的笑话 全部都是动物的故事 没有一个人的故事 那台湾的同学呢 常常就会讲到 我的中学同学 我的谁是谁 会有那种人的故事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就没机会问他 因为后来改作业都比较晚 另外笑话的反应 娱乐效果 那皆大欢喜 好好笑这样 笑得越大声越好 尤其像相声演员 或者喜剧演员 如果发现群众不笑 这对他来讲 是很大很大的打击 他会不知道 到底为什么不笑 这样 另外呢嘲讽的效果 有的是叫性灾乐祸 德文有个字叫 Shadenfreude 这个是性灾乐祸 就是人家嘲笑你 所以我们在中文是一个嘲笑 又笑你又觉得你很可怜 又觉得你很蠢这样 另外常常有的笑话反应就是 完全没有抓到那个梗在哪里 你想什么 刚好笑的也在哪里 像这个就 这没有反应 是对于这个讲笑话的人 最大最大的讽刺这样 没注意听啊 那我们通常听笑话的人 都会有准备啊 你今天假如知道 有一个著名的笑话大师 要来讲笑话 你马上会觉得说 哇 大家都说他很有名 他讲笑话很好笑 你就开始期待 你期待以后呢 有的时候讲出来 你就会开始笑 你觉得自己不笑 好像是自己 没有欣赏笑话的能力 所以不是因为 那个人讲的好笑 懂吗 因为表现 你要表现你的那种笑话 水平是很高的这样 好 那笑话的黑暗面 笑话有些类型的笑话 属于这个 一个叫优越型的笑话 优越型的笑话 就表示我比你优越 你这种人笨的 你没见过世面 所以你会闹这个笑话 好 贬义型的笑话 看不起别人的 有的时候叫做 put down 有的时候叫做 disparagement 贬义型的笑话 这种笑话呢 会对很多人造成很负面的影响 很多人 像霸凌 有时候也是 从这种笑话开始的 小学生的霸凌 有人穿着比较 樸素或什么 有时候被人家笑 或者有人讲话口急 等一下我们会讲 被笑的对象 那可笑啊 讽刺啊 嘲笑啊 或者笑柄啊 有时候英文不完全是这样翻译的 跟这中文有距离 那还有脸部表情 所展现的鄙夷表情 这大家都会啊 不是演员大家也都会 什么叫鄙夷 叫你弄出个鄙夷的表情 一定会 所以这不是很难的事情 另外呢 这个 对象 包括对强者的鄙夷 弱者啦 有的人是对弱者很鄙夷 土豹子 没见过世面 这种东西常常有啊 你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就常常会变成这样 像我们那时候 刚到纽约去 哎哟天哪 我想那个麦当劳的人 一定把我比一道不行了这样 那我刚到美国去的时候呢 台湾那时候没有麦当劳 所以不知道麦当劳的规矩 什么叫麦当劳的规矩 最简单的就是麦当劳 卖早餐 这件事情是有规矩的 因为他十一点以后不卖 现在有没有再卖 现在 十一点以后不卖早餐了 十点半 十点半 你们现在十点半 我们以前十一点 在美国那次 我就不懂啊 还有呢第二个 我学英文在那时候 biscuit这个字 从来就没有面包的意思 biscuit就是饼干 OK 就麦当劳 把那个东西叫biscuit 所以呢我就去 然后过了十一点我去 他不卖给我 我也听不懂为什么 我就觉得他歧视我 那时候英文没那么好 讲一堆 我完全不知道他讲什么 你为什么不卖给我早餐奇怪 我就忘掉说几点以前 那可是我就觉得你这是 以顾客为中心吗 我还没吃早餐呢 你干嘛就不卖呢 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大祸不解 我就不想吃汉堡当早餐 我就想吃你的早餐当早餐 那不行吗 那这个就 我第一次吃茶袋的那个茶 我以前没有茶袋这个概念 我第一次茶袋的茶 我就把它敷开 我觉得该丢到那 你回家可以做一个实验 非常困难 因为他弄的不要怎么弄 那个材质非常的紧 因为我因为有小虎牙你知道吗 就把那茶袋 然后那个倒茶来看 我想他一定回去笑到这样 可能都烫到嘴这样 有很多很多很奇怪 很那个的事情 所以都弱者啦 还有敌对者啦 会相比 其实像狗啊 你如果注意 那狗跟狗在街上相见 那有的狗就会这样 这样 猫也是不喜欢 这样 我们人基本上也是这样 这部分是非常动物性的 非常动物性 我们很多表情 达尔文早就发现 人跟动物的表情 在某个地方是很像的 是很像的 那另外主题啦 你会笑什么 会什么比喻什么呢 这个身材的高矮 胖瘦跟畸形 所以我们大概有这种 所谓属于这种不正常的情形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能够掩饰一下 不要被人家看不起 老人家怕被人家看不起 就是怕因为你老人家欺负你 所以他就尽量把头发染黑 好 所以像我这种不染的人 看起来就很老 然后我再戴上墨镜 看起来像虾子 那我再戴上我那草帽子 就会让人家觉得 要怎么看待我 那我又有白胡子 你这样想 就白胡子看起来就很老 所以我现在做那种不爱做 完全没有人提出任何意义 我不管有人没人 我就往不爱做的那边做 然后装出非常老的样子 有吗 那证明我很老 其实我只做一站 其实站着也可以 但是我四十岁生日那天 我就被让座了 我那天气得要死啊 我四十岁生日啊 我说你搞我啊你 我才四十岁啊 那后来从那天以后 我就慢慢接受 我已经很老这个事实 新闻都有写说 那五十岁老公 我今年从那个山东回来坐飞机 我坐在边边的位置 我旁边隔壁坐一个老先生 那老先生拿拐杖的老先生 OK我是不拿拐杖老先生 我是骨子摆老先生 那那个餐上完了 我吃完了还摆在那儿 那空服员还没来收 那老先生就要去上厕所 他就说老人家让一让 我没听懂 第一个我不觉得我是老人家 我想他一定 我也没注意看他 我也没有余光看他 他老人家让一让 然后他大概悬我耳背 你知道吗 没听懂 就老人家让一让 我这还听到了 我就装作我真的是耳背 不然你那时候怎么下台啊你 你就下飞机吗 带对方向人家跳下去了吗 很尴尬这样啊 那他就拐杖拐杖这样 谢谢你啊老人家 你那时候尴尬到 你也不好说自己不是老人家 那拿出护照给他看嘛 我不是老人家 OK 他可能也不是老人家 他可能就脚受伤 对不对 所以 好高矮胖瘦畸 畸形啊年纪 那这个胖的人呢 有时候尤其女孩子 胖的人有时候 被误认为是孕妇 然后这个电视上或者很多人都讲过 最尴尬的事情 说哎呀这个让我老肉妇裸 你就坐一下 你老先生你坐 不你坐你坐 你要生孩子嘛 对不对 这个就很尴尬 所以各位让坐 让给胖的人 你就别讲话 懂吗 不要说人家什么 你要让给老人 你也别讲话 你就让坐 你就起来就是你下一站要下车 反正三分钟后 另外一班就来 我以前就这么尴尬 让坐 然后那个老人家不坐 年轻人有时候 你看不出什么叫老 你知道吗 四十几岁对你来讲 就很老 因为你的一辈的年纪嘛 懂吗 所以那时候已经让坐了 然后他又不坐 他又不坐 你也不能再回去坐啊 了解这种尴尬场合吗 唯一的场 唯一的出路就是下一站我下车啊 最近也有人让坐给我 我说对不起我下一站下车 我是 有的时候我是真的下一站下车 我就下车 就不会很尴尬了 那有些年轻人不愿意讲啊 他就起来了 我说那是让坐是不让坐 然后他就看我一下 那我也这样看他一下 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你让坐你说一声嘛 你讲英文我也听得懂啊 对不对 就很尴尬你知道吗 那有些年轻人 当然最尴尬就是那种睡觉的人 你知道吗 那想踢他一下 你少来你还睡觉 你都过战了你 吓死他 口疾 那个身体特征 口疾经常是被开玩笑对象 所以有口疾的人 通常在学校里面 在小时候很难长大 大家都会学他讲话 大家都会学他讲话 口疾人只有一首诗很喜欢 叫《听愿深深深集曲》 因为那边有三个碟子 那个古代就有一个笑话啊 就是说你这样到底是讲一次 到底讲一个凤还两个凤啊 什么之类的 我们到时候会 他说凤兮凤兮在古文里面有啊 那一只凤啊 怎么是两个凤呢 口疾被人家耻笑 这点也是 所以很多口疾的人啊 后来小时候要接受这种自信心的训练 希腊那个人 很会演讲那个人 叫什么来着呢 他就是把那什么 鹅卵石摆在嘴巴里 叫做 各位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要跟他说话 就进去了 对吗 人家在练习的时候 不要跟人家乱说话 口疾啦 还有说话说溜嘴啊 这都是很尴尬的事情 但有些那种 说笑话的 或者喜剧演员 就特别学说溜嘴 怎么样说溜嘴 他说啊不是啦不是啦 这样 台湾的很多喜剧演员都这样 那不是故意说溜嘴 那是有计划的说溜嘴 那不是slip of tongue 不是 好另外呢穿着啦 你只要穿得太奇怪 很多人就会笑这样 我这次到山东去也是啊 拿手机让你们看一下 我自己很喜欢这张 因为我觉得这张看你一定会笑 多酷 酷啊这张 然后我看起来就很老咩 然后在孔子那儿 我觉得我就是孔子嘛 是吧 没看等一下校课可以来看 要传阅吗 不行到时候你们看我 里面有多少人这样不行 打开我的相簿 那我的秘密都没了 好 那这个是穿着 所以穿着有时候会被人耻笑 尤其女孩子 对时装非常非常敏感的女孩子 会觉得要穿着入食很多 这月期没有啦 上月期有女孩子 每次带我上课的时候 都拿出镜子来啊 每一次带在第二堂课 我不知道是不是晚上要去家教 还是要去约会这样 就拿出镜子来看这样 就像照了好多种 正学期没有 或者目前没有 你拿镜子来我不反对啊 你不要拿镜子照我就好啦 喂你那是照妖镜 那老是变成一只老鼠都尴尬了嘛 我又不是那个 那叫什么 千语千询那个 神隐少女 那他偏差行为啦 很多偏差行为 也会被认为是好笑的 像乡下人吃西餐啦 这种东西很老很典型的 那我很喜欢那个日本导演 不是那最有名的那些人 叫一丹十三 一丹十三我超级喜欢日本导演 他有一部戏就拍叫做 蒲公英 蒲公英这部电影 各位有机会找到 一定要去看 他就讲到 那是在这些什么 日本连续剧电视开出来 他就强调那个一个人 要去做拉面 去学习怎么 偷学怎么做拉面 还去看人家怎么在高档 意大利餐厅吃意大利面 日本人吃面都一定要这样 各位知道吧 这是日本人的习惯 我们要在台湾吃面 吃成这样 人家觉得你很没礼貌 在美国或在意大利 吃面吃成这样 好像也是很没有水准的样子 乡下人吃面 可是日本这种吃面是这样吃的 所以每次到日本去吃 到日本店去吃 你吃那什么凉面什么 你一定要 你知道我那声音还太小 你要多一点口水 你知道吗 要练一下 我觉得那是很有喜剧效果的 那像那种啊 那他就是讽刺 那店里面就讽刺那些人 吃意大利面的时候 刚开始就装得很淑女这样 一群人了 然后后来大家觉得放开吧 就像吃日本面的方式吃意大利面 这样 然后那个围腾子 都会吃成这样 那怎么样呢 对不对 这不就是吃面嘛 重点吃进去就好 不要从鼻子嘛 对不对 比如说鼻子很尴尬 有人你知道吃意大利面 然后打喷嚏吗 各位知道吗 然后面就从鼻子出来 各位知道吗 那超级好笑 可是也超级恶心 我希望你们不要碰到我 不是我碰到 我看到过 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知道吗 那条面还要吃还是吸进去呢 这是一个难题啊各位 你把他就拉出来 他说等一下我把你拉出来 还说你把他吸进去 都很难哪 你知道吗 你们不了解这种 你有机会问一下你同学 如果 你们到底看过那个 面在鼻子里的请举手 你看啊 不是我撒谎吗 希望你们不要碰到 碰到的时候 你就可以研究一下 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知道吗 你只要把那面往鼻子里塞 还真不容易呢 真的 我也不知道那怎么发生的 不是发生在我身上 我再度强调 不是发生在我身上 看电视 你不要来问我 我最怕说 我们在这里讲话 有的时候会被误会 你知道吗 然后怪异的习惯啦 像有人喜欢戳脚啦 有人这个什么咬指甲啦 咬指甲听说是跟什么 跟什么症有关啦 紧张啊什么的 那有人的指甲 你仔细看 根本就被咬到很夸张的地步 那那个有人也会开玩笑 有人也许不会 怪异的行为 家庭啦 族群啦 这都是会开玩笑的主题 或者鄙夷的主题 另外一个就是嘲笑 那另外还有一个 最近在这个幽默研究里面 也被注意到就是怕被笑 Gelotophobia 你十四页呢这里 这个人叫Michael Titzer 他就用了Gelotophobia 这个字 但后来有Gelotophobia 当然Geloto什么什么什么的 他就发现呢 他就发现呢 这个病态的恐惧 担心自己在社会被害女权 被当成嘲笑的对象 病态的喔 就是已经严重影响他的行为 所以这些人呢 对笑有特别的敏感 绝对不笑 崩得非常紧 我的学生里面 我也见过这样的人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属于这些人 我不是医生 我不能判断 但是有人对于笑那些事情 全班都已经笑得很夸张的时候 他还崩着一个脸 你知道吗 我怀疑里面是不是住着外星人 要不然就是打过什么 小尊美容 不能乱笑 或增加作文 我就不知道 那为什么大家都笑 就平常他就不笑呢 我最恨的场合 就这种上课啦 或演讲 就一两个那种专门不笑的人 叫做不笑子弟 是不是啊 不笑的人 好 这个被当成 怕被当成嘲笑的对象 当然这些人 那有的人就叫小木偶情结啦 因为好像跟小木偶小的时候有关系 人的故事里面 然后他发现呢 但已经被嘲笑呢 是因为别人被 他很容易被别人 当成嘲笑的目标 有的行为感到极端的产生妄想 然后对于别人的反应也特别敏感 而且产生社会退缩 不愿意参加任何社会活动 像现在很多人宅男宅女啊 宅在家里啊 因为你一出去就会被人家讲话 你爸妈会觉得你的社交生活不够 然后你可能有些行为被人家嘲笑啊 那这些人通常没有学会要欣赏笑 也无法以正面的心态来微笑 所以呢面对笑跟微笑都觉得别人看不起他 觉得自己有问题 这个你要修这门课 基本上你已经远离这个东西 这样 但是有些人在生活中是这样 那他推断的原因是在婴儿期的时候 就是基本修会期发展 未能发展出人际关系的桥梁 那在幼儿或青春期的时候是因为 没有被人严肃的对待创伤的经验 比如说这个叫做被嘲笑或被霸凌 我最近看几个大陆联系局都叫做童年阴影 这样那童年阴影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那童年阴呢可能被嘲笑或讽刺强烈的创伤经验 那这个那结果呢当然就是 比如说在幼儿期就是撤回退缩啦 避免被嘲笑 还要表现出冷若冰霜或者没有幽默感 所以各位同学有些人在自己在写说 自己是个没有幽默感的人的时候 你可能有机会要追溯一下自己成长的历程里面 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情况 这堂课没办法治疗你 我们不是一个治疗的课 但这堂课可以让你去思考这个问题 当然你以思考这个以后如果你没有 你也不要在别人的生活中制造别人有这种情况 好 我们希望你学了这个以后 对这个人生有更多的体会 然后对别的人有更多的宽容 不要用这种贬义的方式 另外还有身心受挫啦 比如说会脸红紧张头疼啦 颤抖啦 晕眩啦 睡眠困扰啦 那小木偶症候群就是僵化啦 笨拙啦 还有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翻译的 叫agelotic face 可能是脸部僵硬僵化 没有表情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还有木偶的样子 然后缺乏活力自发性跟喜悦的喜悦 然后幽默跟笑不是放松或喜悦的经验 一般人幽默跟笑是放松的经验 那他不是 幽默跟笑 对他来讲是很大的压力 那这两个人 Jane跟Oson在2000年提出一个叫 geopressure 因为peer pressure P开头的那个 那个在社会学里面 已经是变成日常生活字眼 同财团体的压力或同辈压力 你千万不要出头 你千万不要提出不同的意见 别人会笑你啊 所以这个有着geopressure 那爱被笑呢 Geletophilia 跟这个Cartagelleticism 爱笑别人 这个都可以推演出来 但到目前为止 没有这方面的研究 好 所以这是幽默社会学 会有时候简单说笑话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的问题 那幽默跟笑话 如果要真的严格区分 那有的幽默不会造成笑 有的笑不会造成幽默 好 人家哈你痒 你马上就会笑 那跟幽默一点的关系都没有 好 而自己哈自己痒 就不会笑 没有人自己哈自己痒 好好笑你停一下吧 哈哈哈哈 这人有问题 没有人 真的很奇怪 为什么自己哈自己不会笑 然后别人哈你就一定会笑 然后你一定要躲 这很多人还在到现在为止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 这跟动物演化的时候 那个是不是我们一个最脆弱的地方 有人在怀疑是不是跟这个有关 所以你会保持 就像那个狗啊 狗 我以为老是讲狗 对狗知道一点 狗如果对你好 放心你狗会把肚皮抄给你 所以狗呢跟你握手换手翻肚皮 那是一般狗绝对要学到的最高的伎俩 那翻肚皮让你摸一摸 你能摸到狗的肚皮 他就是信赖你的狗 通常除了主人以外 你要摸到狗的肚皮很难 你不要看到街上的狗 你去摸他肚皮我跟你讲 到时候你要打狂犬疫苗 你就不知道打多少针 打到后来你讲话都说 就不要怪我了 不要怪我没教你 好 那这个是 所以 笑跟幽默没有必然的关系 这门课某种程度 应该叫做 幽默与笑的社会学 有时候有关系 那大部分的幽默 我刚刚讲过有道德意涵 有时候并不是好笑的 像我们讲到庄子的幽默 当时你不会笑 你会觉得 嗯 有道理 你不会说 另外一个真的日常生活 建议你 我建议你早上起来 不要在家里 找一个没有什么太多人的地方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找 你去练习大笑 这样 大笑对身心的放松 是有正面帮助的 这个建议你上这张课之後 展一点笑容 没有的话买个面具来 好吧 买那个V怪客那个面具 好吧 这张课先上到这里 下礼拜我们会介绍 孔子的笑跟幽默 你想孔子会有笑跟幽默 等着呗 下礼拜见